各位好 欢迎回到Linus核心设计 记忆体管理的讲座 在这个记忆体讲座的议题上 我们也有探讨两个部分 那快速帮大家复习 就是在第一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探讨虚拟记忆体的一些原理 所以你可以知道 不然说MNUR,TLB,Cache,Cache4 然后再来是说 整个Linus核心 以至于到user space 它都会秉持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所谓的lazy allocation 那这个lazy allocation 我们在第二部分就讲得更清楚 就是我们就讲了一些实际案例 就是说 不然说user space的 这个记忆体管理器 该做什么样的策略 然后再来是说 我们之前也探讨过这一系列 不然说b-main-log,k-main-log 还有像k-main-cache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部分 就是这几个议题 在第三个部分 我们希望来探讨说 swap or commit 以及说你该如何有效的去追踪Linus kernel内部的这个记忆体管理 那再来是你可能会听过一个词叫huge memory 你不能只是从那个字面上的意思去理解这个词汇 其实huge memory尤其在现在的云端架构是非常关键的 那么在第二个部分 就是说讲这个记忆体管理的第二个部分 我们引用了一份材料 其实在这个Linus核心设计讲座 其中我们用这个Don Porter教授的这个材料 那就是讲这个追踪设计 然后其中我就提到这个就是记忆体管理器 那注意到这个讲座呢 其实它是比较通用的 就是比较一般的探讨 其实你如果说你的目标是只是看科农的话 你可能会有点失望 毕竟花更多的时候是知道说 比方说一些限制啊 一些策略议题 然后这边呢做一点补充 在2000年的话有一篇论文呢 就Hore 那Hore这篇论文很有意思 就是说它是针对多子姻区 所开发的一个记忆管理器 这是在注意到这是2000年的时候 好 那在2019年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呢 就是Microsoft Research Microsoft Research发布了一个新的一个记忆管理器 其实Microsoft Research 截至目前为止 至少有两个 两个记忆管理器 就是针对高效能的这个应用 特别就着重在云端啊 或者说包含说这个 一些特制的运算模型里面 特别去发展的这个记忆管理器 好 然后这边 动文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 就是除了这些 效能突破以外呢 其实尝试呢去设计一个 完全不需要lock 就是我们所谓这个lock free的那个设计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论文 这论文里面有几个人值得看一下 就是第一个是Dan 那Dan这个人呢 很有意思 就是他其实在 他参与了很多专的开发 好像说像C Sharp的设计 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他还发展了一些程式员 所以这个Mi Medlock 注意到这个不能念成My 要念的Mi Mi Medlock这个专呢 其实是Dan 这些Microsoft Research的人员呢 在过去实作 特制的这个程式员环境的时候 特别去发展 就是相当于是把 就是当时他们在发展这个 Lin啊还有这个Cocca 这两个都是特别的程式员 那尤其是Cocca 那你可以去在DHub上搜寻一下 你可以看到Cocca的这个实作 那Dan在设计这个Lin跟Cocca的时候呢 他发展一件事就是 他相当于是一个副产品 就是说我们都知道 你要设计一个虚拟机器也好 设计一个编译器也好 你往往需要面对很多小的物件 那物件频繁的被建立 以及释放的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代价 那这些代价其实 你可能知道就是说 这个会对什么冲击呢 就是像Fragment 会导致机器的碎变化 这是我们不想要看到的议题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 更麻烦的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机体结构 其实有很大幅度的变更 所以以至于说 这个机体管理器呢 往往都在去因应这些 机体的变化 比方说我们讲这个 Intel架构跟MB架构 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两个架构 看起来好像都支援S8664 然后就觉得这两个只是一个 可能卖的比较贵 一个卖的比较便宜 其实往往不是 就是在机体模型来讲 AMD跟Intel架构 其实有一定程度的落差 所以这意味着说 如果你的应用 对于这个机体呢 是就机体的效率是非常挑剔的话 那甚至你机体的效率 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你的程式运作的话 那你势必需要去思考 如何去发展一个有效的机体管理器 好 那你可以看在这个 MeMedlock这篇论文 这个是在2019年的6月发表的 这个是非常新东西 可以稍微看一下 看下这个论文的摘要 好 他提到一个东西叫 J.Medlock 那J.Medlock呢 它是由Facebook所支持 就是 事实上支持J.Medlock的专业 这个公司其实不少啦 就是说 不然说这个Mozilla 就发展Face的那个Mozilla 然后还有Facebook 这你可以在 都可以找到一些材料 那J.Medlock 其实有这个商业公司在支持 然后呢 你会发现说 这篇论文又宣称什么 宣称它的效率呢 就是这个MeMedlock 可能又可以比这个J.Medlock更好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幅度 就是7%到4% 好 注意到就是说 这个数字可能你没有感觉 但是其实 各位要去想一个情形 就是你原有的应用程式 再不需要更动原始程式码的前提 甚至你不用重新编译 你只要把机体关系换掉 就是 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机制去换掉 比方说我们在这个 你所不知道的西语源系列里面呢 我们有讲到这个动态连接器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动态连接器的一些调整 所以你看到说 动态连接器 这里 就是说你可以透过这个动态连接器呢 你可以做一些调整 比方说你可以用这个LD Preload LD Preload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 用 如果你是在Linux 或是类似Linux的环境里面的话 你可以透过这个LD Preload 所以你会想说 你把一个新的一个宣称它是高效能的这个机体管理器呢 你把它预先把它编译成这个Share Library 然后呢你会做什么事情呢 你就可以去动态连接器换掉 这个很大启发哦 虽然这个看起来幅度不是说太大 但是你要想就是说我们原本尝试是不需要变更的 就可以享受这个整个机体管理的效率提升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再来是说呢 现在的这个应用需求你会发现很有趣 因为现在应用来讲的话 它本质上它就是多层的架构 我们去思考一件事 比方说你这个手机APP 那对很多手机APP来讲的话呢 它其实很多手机APP它不是单纯的执行在你的手机上 当然有些应用程式像那个Philip Bird Philip Bird这种就是这种小游戏 它本质上它就是单级可以执行 可是呢 往往多数的程式不是这样 比如说你的程式是什么呢 像你的程式可能需要存取Google的服务 你的存取呢 你的程式可能需要去云端呢 去找一些什么广告的资料啦 或者一些相关的素材 所以往往呢 我们其实生活所面临的多数的应用程式 它也有分成的 就是说它可以一个本地一个 比方说透过网页前端 或者是说透过一个APP去及时去展现 或者去把一些预宣存取好的资料展示给你看 可是它也相对来讲的话 它会通过Web啦 或是通过其他的网络通讯 或是类似的机制 去存取到这些所谓的服务后台 服务后端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 在云端来讲的话 扮演角色越来越重要 那其中呢 云端有可能关键一体 在哪里呢 其实也是什么呢 也是这个机体管理器 就可以去思考一件事 你可以想到说 在云端的主题上 它可能透过虚拟化建设 执行了非常多的程式 那这些程式来讲的话呢 其实它往往都需要 频繁的去配置记忆体啦 去 不管是配置也好 释放也好 甚至有可能会有不同的 这个工作负载 那往往我们就要去思考 下一个层次问题 就是因为这些 这些 instance 尤其是透过虚拟化建设 建立的instance 它往往它的机体呢 变得很关键 所以你可能也会听过一些 一些词汇答 比方说有些叫 叫unicurnal unicurnal unicurnal这个东西呢 其实它完全不是什么新概念 那当然这几年变得 好像很重要 那其实你看一下unicurnal 它的那个想法 它其实很有意思 就是说 原本想法是这样 就是说 你跟他说 我的硬体开起来之后呢 我建立一个虚拟机器 那虚拟机器呢 上面执行 比方的instance 然后instance 上面有很多container 那这个container 你会看到 这上面呢 其实每个container 都会占用一定的记忆体 那如果说我想要 让container变得越多 你去想 为什么container需要越多呢 往往呢 你可以思考说 这container可能用途是做 low balance 或者说 依据它用途 然后它 切不同的partition 切不同的这个 做执行时期的 执行时期的隔离 那反过来说 如果 我们把这个系统呢 尤其是作业性本身 还有 类似的这个 软体堆叠 把空间把缩下来 是不是我可以在 同样的机器上 执行更多的instance 执行更多的virtual machine 那你有机会做更多的服务 所以这个是这个 unicum的概念 那这个东西跟机体管理器有没有观点 有 很大观点 再重新思考一下 像这个TC-MateLock 是谁做的呢 TC-MateLock是Google做的 然后J-MateLock呢 是Facebook所支持的 然后这个Me-MateLock 是谁在开发的呢 主要就是Microsoft 所以你看到 Google Facebook Microsoft 基本上都投入 巨大的工程能力 巨大的投资 在相关的资源管理上 当然这个资源管理不只是记忆体 包括网路啦 Io啦 还有一些就是 怎么去平衡负载 那当然记忆体管理呢 在这棍中 其实它是一个很 很重要的一环 那Microsoft呢 用这个MIT license 释出了这个Me-MateLock 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那这个里程碑呢 其实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说 这些 原本是 用在这个云端 云端的机器上的 这些基础建设 其实它怎样 它其实有机会 获得更广泛的用途 然后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专案呢 其实很有意思 你看这个专案 短度 其实它释出没有多久 在距离我今天这个Talk来讲的话 它大概释出只 只过了这个两周 那在这两周时间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 获得星星数啊 还有Folk数啊 然后还有相关的那些 贡献者呢 陆续都冒出来 好 那这边 这个DAMP就是这一位 然后你们看到 熟悉的人口 对 就是 通常我们要做 Open Source贡献就是这样 你看 其实这个专案没有多久 对不对 从6月16号到现在 好 那其实 其实呢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然后甚至可以看到说 像这个是我们成大的学生 好 也开始做这个贡献好 所以我本人也 也带着几位学生呢 我想要 对这个专案做一些 探索 以及去思考说 这样的一个机体观 如何用在 用在更广泛的地方 好 然后我们这边快速帮大家摘录一下这个论文在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论文做的事情呢 像刚才提到那个Horl 就是这个 像这样Horl的那个机体观器呢 它也有去参照 好 所以他在这个最后做实验的时候呢 他把这个J-MeiLock 就是Facebook 所支持的J-MeiLock Google开发的TC-MeiLock 还有这个Horl 那是2000年的这个研究 然后呢 他发现很好玩啊 就是说 在这个研究里面呢 其实就是 MeiLock可以用更少的机体 甚至在这个 最差的情况下呢 可能还有25%的这个差距 然后你可以在底下看到一些数据 那这个数据是这样 他就是有整理了好几项 好几项这个项目 那你也许你开口的这样这个Redis 好 那Redis在云端来讲很常见 专门用在做这个做Caching 好 所以就是你可以去思考 因为我在云端来讲 会切割很多不同部分 然后反应速度很重要 所以云端来讲 不管它的这个云端主题放在哪里 不管你这个伺服器切多少层 好 那没关系 好 我们如果可以很快的去服务 像这个手机的App 或是这个网页程式 那他赶快去做这个回应 所以这个Redis 这种Caching 就变得很重要 就是我有Request进来 我赶快做回应 好 那你可以刚刚说 这边来讲的话 这个是相对时间 那相对时间来讲的话 当然是越低就越好 好 然后注意看这个时间轴 就是0.5 1.0 1.5 2.0 好 然后这边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颜色标注 就是这个浅色的 浅色的话就是MeMeLock 然后所以它Normalize 成MeMeLock 然后还有一个专业 就 那SN这个东西很有趣 SN是另外一个MeLock 叫SN MeLock 这一样也是Microsoft Microsoft所投入的 所投入的一个专案 那这个专案 它的这个思路是 是 很大的一个差异 就是说 它的想法就是说 我机体配置器来讲的话 它透过这个讯息的传递 所以我们讲说 我原本可能有某一个特别程式 或者某一个特别的服务 把这个做好的机体管理 所以往往你只是去传递 传递这个讯息要求做某些事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说 它这个整个设计来讲的话 它只仰赖讯息的传递 但是它不用做Lock 这件事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往往在多核的情况下 我们现在的处理器越来越多核 那往往这个Lock 尤其是那种Global Locking 是一个很大的代价 那这个SN MeLock 是Microsoft的一个尝试 就是想办法把这个Lock 换成讯取的传递 然后MeMeLock 又再进一步 把这个 把这个SN MeLock 的想法 重新调整过 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完完全设计 一个 就设计一个机体管理器 它完完全不需要Lock 所以它是Fulling Lock Free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在一些侧向来讲的话 很有意思 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 看下这个侧向 Ready's这个侧向 Ready's这个侧向 Ready's这个侧向来讲的话 其实这个 时间当然是越短越好了 所以你看Normalize 1 这个是什么 这是MeMeLock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个GDBC 这边注意到 颜色比较深的地方是GDBC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GDBC 是在整个什么 整个在Linus系统预设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时间落差就 就蛮大的 好 那我们接着可以来看一下 就是说 像这个 Tc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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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由这个Google去发展的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Google发展的这个TcMail 看起来它耗费时间 其实是这样 就是相对来讲 看起来还不错 但是呢 接着来看 另外 另外几个侧向 就会很有趣 就是 那 这个落差呢 就可以 就可能蛮大的 你看到这个 一样是把它Normalize 就是MeMeLock 可能把它Normalize 好 所以你看看 这个时间差 其实这个差距呢 耗费的 耗费在 记忆体配置的时间 尽量可以差到什么 其实它差 可以差到二点多倍 那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在这个棍中呢 这特别是有些侧向 像这个 侧向它的差异 可以差到 将近4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思路 然后底下呢 就有不同的 一些相关的研究 大家 各位可以来准备参考 那我们 预计呢 我们在成功大选 也有一些想法 我们现在也在跟 这个MeMeLock的开发者 我们一边做贡献 一边也在做一些沟通 我们希望把一些 观点 一些想法 把它带进来 所以 也欢迎大家 继续关注 我们的这个 关注我们的这些 研究议题 好 那么再回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什么事情呢 就是 我们今天 在了解 Kernel 之前 需要真的去 好好去想一下 我们机体 Page的策略究竟为何 接着我们要来探讨两个议题 就是 一个叫Page Cache 一个叫做 Page Frame Reclaiming 那这两个议题呢 是非常关键的 很多人 看那个思考 Kernel都会想说 我要急着 要去看Linus Kernel Susco 注意到 在今天 如果是二十几年前 还可以 至少我会 我已经高中的时候 我看Kernel 也许还可以 还可以揣摩出一点 一点想法 毕竟要说 改版没有那么快 现在不一样 现在难度变得非常高了 而且当时我在学习的时候 那时候Linus 很多地方还是很原始 但现在不一样了 这个改版改得非常快 而且最重要的是 现在Kernel的思维 是跟着整个运算需求 像刚才提到的云端 提到的虚拟化 提到整个服务的分层 所以Linus 作为一个实用主义的代表 它是以解决问题 创造更大的工程突破 做一个考量点 它不是在让你看得开心的 所以就是这样 我们在学校里面 或说你在教科书上 可能会看到一些程式 它是让你看得开心 让你看得经典 但是往往它不见 就是往往 书上很多东西 其实不是真实世界 可以直接派上用程 所以这就是我们工程 跟这些概念上的落差 那接着我们来探讨 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它称为叫做PatchCache 先来看一下PatchCache 它在什么层面呢 它其实也是在机体管理 就是机体管理的一部分 而且PatchCache 是在客戸内部的 所以你去想 我们刚才前面讲 我们在第二个部分 花比较多心思的 其实讲机体管理器 那我们有机体管理器的概念 知道它的策略 尤其像前面讲到这些 Memory Occasion的一些 像这个Fluori的LockFeed 这样下马之后呢 我们再回来看什么 来看客戸内部 就是客戸 尤其底层的这些管理机制 好 所以我们来继续思考一下呢 我们在之前探讨什么呢 就是我们探讨MU 所以你可以知道MU 对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Memory Translation 把虚拟的机体呢 转换成实体的这个机体 然后棍中呢 会有一个东西叫VNA 那VNA的全名叫做Virtual Memory Area 那所以这个Virtual Memory Area 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可以去思考 见识到了 假设你今天有一个 连续的机体 连续的机体就取决于说 你的定值范围吧 所以如果说我是32元来讲的话呢 我的定值范围就是 2的32次方 4GB 所以我这个4GB的空间呢 就这边 这就是Virtual Memory 可是呢 相对来讲 我的这个Physical Memory 它可能没那么多 或者它使用上有些限制比 所以我们就要透过这个VNA 作为一个管理单元 然后就是说 它去决定 然后我有哪些虚拟机体要怎么对应 那当然这个对应不见得是一对一 有可能是多对一 所以呢 比方说我们前面有讲过一个什么 一个系统枯架叫做Map 那Map这个系统枯架呢 它其实就是本质上呢 它就在做什么事情呢 它本质上呢 就在做这个对应 那你如果去看它man page 很好玩 man page怎么讲呢 man page说呢 它的对应是这样 不是我可以去做 去对应什么呢 把档案对应成记忆体 或者把装置对应到记忆体 然后呢 又因为那个在unis里面 任何东西都是看作为档案 所以一旦把档案印射成记忆体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把另外一段记忆体 印射到另外一段记忆体 就是把一段记忆体印射到另外一段 这个是这样 这是可以做的 好 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突破 这个突破点在哪里呢 这个突破点就是说 其实呢 虽然linis kernel 或者说其他作息系统也好 就是希望呢 透过系统服务 或是某一种形式 把这个硬体的行为 或者把这个相关的这个动作 把它包装起来 但是有意思的地方是 往往考虑到效能 考虑到这个 在实物上的一些弹性的时候 往往会设计一些 很特别的系统部角 man page就是这样的系统部角 这个系统部角呢 怎样呢 它就是它可以去做个对应 对不对 你可以把一个档案 或是一个某个装置把它对应到机体 所以我今天要去操作一个装置的时候 我们去思考一下 像什么装置呢 像是那个 画面 就叫你这个萤幕 萤幕的显示呢 其实它也可以做这个对应 所以比方说你看那个VGA Map 那其实你去找这个关键词 你可以找到一些材料 比方说我的VGA 就是VGA显示 或是一些做这种瓜皮卡 然后往往呢 很多时候呢 你要去操纵这些萤幕的显示的时候呢 往往不是直接写直接的device driver 往往不是 很多时候呢 像尤其在SWindows SWindows上呢 其实它的这个device driver呢 其实很多时候是写在user space 这个所以 听起来神秘的 这件事 这个Linux上的这个 s11 driver 注意到 所以它看起来是driver 但是它的 其实它的driver呢 其实是怎样 它是在user space 所以user space 它怎么做出来呢 也一样 它也是透过这个 nmap 做出来 那你可以去参照一些 一些材料 那这边有个赘述 那你可以 给各位一些提示 你可以去找一些 就是YouTube上一些 一些相关的一些演讲 讲一些这个 这部分的议题 好 那所以回到这边来讲话呢 这边来讲话呢 其实就是 你可以看到说 这也是整个Linux的 记忆体管理 为什么它那么复杂 因为它不是单纯说 user要什么 然后科农的做一些 对应的一些行为 比如说user要打开档案 然后科农做一些准备 说我看好档案 从哪个地址读到哪里 好注意到 这不是 nmap 再讲一次 nmap它其实是什么呢 它是 记忆体管理的一种 一个面向 那这个面向 你就想说 因为我们的实体记忆体 是不能直接让user space存去的 但是我可以透过nmap 所以我可以把某个装置 把它映射到这个机体 所以 那或者说我可以把 某一段机体 映射到另外一段 那映射完之后呢 我们拿到的东西是一个虚拟的 什么 虚拟的机体 例子 所以你就可以 用西元指标 或是用一个 任何你熟悉的方法去操作 那这个操作过程中 又可以去享受它的安全 所以你可以去搭配一些 像 像 nmap tac 透过nmap 这样的一个系统呼叫 你可以去设定说 我特定的page 该用什么样的权限 比方说 我的这个设定是 好 我反正我就不准 我可以做机体映射 但是我不准存取 我可能限制某个区域不能存取 或者说 我这个区域可以被读取 可以被写入 也可以被执行 甚至一些 能不能做一些 automic operation 注意之类 好 那所以你可以把这个 nmap tac 搭配 nmap 好 那你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你就可以更细致的 细致的去做这个机体管理 这是我们之前有稍微探讨的 好 那再来是说 像这个我们之前有谈到这个 s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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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slab 对不对 这三个 那这个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整个 不只是linus 这个可以追求到unis 就是unis这 或是类似unis的追求 一路走来的一些演化 这是我们之前谈过的 然后接着呢 我们来探讨去说呢 今天我们来去思考 就是 我们去思考议题呢 就不是只是讲这些 呃 只是讲说机体怎么切割啦 怎么去做映射 我们要去开始思考一些实际上的议题 那这个实际上的议题呢 就 比较 费神一点 那这时候呢 可以请你回去复习一下 好 我们之前在讲这个 不只是执行单元的process的时候呢 有提到一个trust 就是 process呢 其实往往呢 不只是一个执行单元 你要考虑的议题 更多的时候是在 它的机体的管理部分 这也是 我们讲process跟thread 有个很大的差别 因为thread的这个设计呢 是它是共享 address space 但是process呢 它其实它怎样 它是会有独立的 address space 然后呢 在Linux来讲话里面 比较 呃 比较曖昧一点 就是Linux来讲话 有一个很奇妙的系统部教呢 叫做clone 好 那clone这个系统部教呢 它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 你透过clone呢 你可以建立一个process 可是呢 你也可以建立 一个thread 好 帅吧 所以这个 眼睛看来很乱 对不对 你看哦 Create a child process 可是呢 很不幸的地方 你又可以拿这个人家干嘛 来建立一个执行区 好 所以注意到 Chrome这个东西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 当我们透过Chrome去建立这个 建立一个thread 不是一个好像可能多个 建立这些执行区的时候呢 往往呢 process也好 或者是thread也好呢 我们其实在一个地方是 有多少资源可以共享 好 然后回顾一下 在我们之前讲到这个 呃 不只是执行单元 process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说 我今天用process 它把这个 硬体的执行 硬体的行为 不管怎么做 可能把它包装起来 那对于 对于user来讲的话 它就是一个什么 各式各样的应用程式啦 各式各样的服务啦 当然我讲的比较高级的服务啦 像资料库啦 或是显示啦 或是说像 刚刚讲的这个xwindow 本质上就是一种 一种服务的专面 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这个 叫做什么 display server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 像s11 或者xwindow 这种东西就叫 叫display server 那当然 比方说另外一个东西也许很轻薄 叫valent 那就是新的一个 一个display server 那希望可以来取代这个 呃 很古老的xwindow 好 那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要特别特别去思考一件事 就是在实物上呢 我们要去面临一体的其实是 很复杂的 好我们去思考一件事 当我一个process 打开档案的时候 就是开启个档案的时候 那开启一个档案的时候呢 往往呢 它其实不是这么单纯 为什么我们说 这件事不是那么单纯呢 我一想一下 我之前不是有讲过一个东西是吗 就是 有讲到这个 档案系统概念及实作手法 好 快速帮大家复习一下 我们在这个 档案系统的概念的时候呢 其实有讲到一件事叫 iNode 好 然后 就是说呢 呃 我们刚才提到 就是说这个 在UNIS来讲话 其实它很重要的设计设计是什么 everything is a five 好 那其实更正确的是 everything is a five descriptor 好 注意到后面那个 后面的关键在哪 descriptor 好 注意到这个descriptor就像什么呢 就像你去银行的时候呢 你要去银行去 你想像银行是提供服务的人 对吧 你今天 很多服务要做嘛 比方说你可能要想要去开户 想要去把这个 比如说你发现说这个总统大学看到一些 你可能会让未来觉得很绝望 所以想要把台币换成那个美元 你可能需要出国进修 所以你也需要银行的服务 但是不管你做什么样的银行服务之前 你要先干嘛 先抽号码牌 所以你去思考一件事 我抽了号码牌 然后在那边排队 其实它本质上它就是一个 five descriptor 只是说这个号码牌 它的状态不同 可能是已经服务了 或者说等待服务中 或者说它失效了 就像说你把昨天的号码牌 带到今天 你去看看看会不会有用 那当然起来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好玩的地方在哪里 注意到这张图 那张图在讲的事情是这样 就是说 不管是process A 也好 process B 也好 它其实它会维护的东西叫 file descriptor table 那我们注意到 就是我们讲这个file descriptor 其实本质上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数字 就像你去银行的时候 抽那个号码牌一样 它就是一个数字 好 那这个数字呢 究竟是最终是怎么对应到 所以注意到 以系统观点来讲 以低阶的观点来讲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额外的表 我们称为叫inode 注意到这inode 这个i 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资讯 information 所以它就是一个东西 叫information node 你去思考一下 就是说 我最终的资料放在硬碟 放在SSD 放在这个网络上 反正我不管它 它怎么知道怎么存 我需要的东西去描述 描述资料的资料 所以我们称为叫什么 metadata 那这样的一个描述资料的资料 我们就称为叫什么 叫做inode 所以呢 它就描述说 我今天有个档案 它可能需要佔用多少空间 或者它的档案属性是什么 就是它记录下来 那process A也好 process B也好 在打开档案的时候呢 其实它会透过一个共享的 就是一个系统共享的 就是有什么叫open file table 注意点哈 它名字就叫open file table 所以不要把它个别翻译 它的权名就叫open file table 所以这个open file table 顾名是什么 它是一个痊愈的东西 因为你就想 在银行来讲 它一定知道什么 它一定知道说 这个号码牌 我服务过的号码牌 就是我服务过的客户 他拿了号码 我一定知道它对应到谁 我并不需要讲出去 我对外只要说 6号 就是6号起到3号柜台 只知道这件事 那或者说 我在内部来讲的话 我只要知道说 这个什么 这个 某一个账户 今天呢 这个账户的持有者 今天到底到了哪个分行 他从来只要知道这件事就可以 好 可是好玩的地方是 对外 就对到这个 对到这个客户来讲 他从来就看到号码牌 为什么有 为什么他这个东西可以运作呢 因为定的 open file table 然后把open file table把它转成 就是inode 所以注意到 他其实在讲这个议题 那当然我们在这个 Lins核心设计里面 档案系统 即时做的手法 其实有讲的更细致 所以请你复习一下 那这件事跟那个 具体管理到底有什么关系 这个东西好玩啊 我们要去思考一件事 就是既然呢 开档 读档 写档 不管你做什么样的档案操作 其实呢它会透过什么 透过open file table 再透过inode 最终才会存取到这些 实体的装置上 那好玩的地方是说呢 就算透过这些路径 我们实际上存取的时候 往往怎样 一个程式来讲 它还是希望放在记忆体 对不对 所以你比方说你透过fopen fcross 对 就是这些什么 这些西语言标准韩式库的 所以呢 其实你看到东西的 其实才是什么呢 看fopen 其实对你来讲呢 你看到东西的是什么呢 你看到fopen 你先把这个党名 跟你的模式带进去 它回传东西是一个什么 appointed to structure file 那所以注意到 这个structure file 在不同的架构 在不同的平台 在不同的作用 在不同的定义 那不管 反正我从后来知道 它就是一个指标 这个相对单纯多 那自己说fire 内部到底是咋是吧 多数的程式开发者 可能不需要懂 对吧 那那是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之后的这些操作 比方说fread 好比方说像fread 那我们可以开始考一下 fread呢 它读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把刚才那个 得到那个什么 得到那个file 所以他不知道它是一个指标 appointed to a structure file 所以我就把这个指标带进来 然后接着干嘛呢 接着就是 你可以确保说这个ptr 这个ptr呢 就是如果这个 读取成功的话呢 我这个ptr 所指向的 所指向的这个空间 应该叫什么 就要被 被 被 被更动 那反过来的另外的操作叫什么 叫fread 所以就说我先给定一个连续的机体 然后呢我就指定一个什么 指定一样 一样的刚刚那个 appointed to file 那接着呢我就去做什么 就把这个 我们现在指定的连续的机体 透过那些层层的结果 层层的一个操作 中间当然透过这个 virtual file system 反正不管 然后总之呢 我就写得到档案里 这东西乍看呢 好像很直觉 但是真的难地方在哪里 你看哦 你从fread也好 fread也好 真的难地方是这个 这个 记忆体 注意到 这网友它是连续的记忆体 对 就是不管是这一段 记忆体呢 还是这段记忆体 最终呢 会跟档案有些关联 好 那这个关联的过程中呢 跟记忆体的关联就很 就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好所以你看哦 我们再一次呢 看到作业系统这个 这个设计上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 把这个设计把它封装起来 好 所以你可以去思考一件事 既然我们前面讲到 讲到M&U的时候 有讲到VNA Virtual memory area 所以你可以去思考 我这个Virtual memory area 实际上呢会透过这些iNode Information Node 然后对应到各式各样的什么 硬体装置上 所以这两者一定有实际观点 但是它的观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当然我们去想 而且这个观点必须要很有效率 因为两边呢 其实是完全不同的的速度 对吧 你看你的硬碟 你的这个网路 做一个实体的一个储存 它往往它是慢的 而且它有可能都不同状态 可能就是某些状态就失效了 那机体呢 往往是快的 主机体往往是快的 好 所以你看哦 我不太可能说 一天到晚就去盯着 盯着这个比较慢的装置 你CPU花很大心思 去盯着很慢的装置 然后就去问说 哈喽你好 你还活着吗 就是这样的 这个很没效率 那反过来说 如果我每次 我都需要把大 就是这个 装置的内容 跟主机体建立同步 那就会陷入刚刚一样的 这个迷失就是 你会耗费很大的资源做 很没有效率的事情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就是需要 有个特别的机制 大家猜出来 这个机制叫什么 叫Page Cache 而且Page Cache 它之所以被提出来 往往就是为了什么 为了像这些党案系统 或是各式各样的这种 整个读写效率 不对称的一个情境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好 我们继续来探讨 Page Cache 好 那就像刚刚提到的就是 其实呢 你会发现说 整个机体的管理的 范畴的 其实是很广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之前 特别说 嗯 另一个机体的管理 真的是很复杂 因为即便呢 你不考虑 什么最佳化 什么之类的议题 你光是把这些不同的 这个机体的阶层结构搞懂 然后搞懂说 一个像Process啊 Threader啊 或者说 这些系统呼叫 那往往它这些 这些 机体的操作 往往 你光是 把这些问题想懂 就很不容易了 比方说 我们再延续刚才提到这个议题 你看到我们 去思考件事 这个 这个 这边有个指标 对吧 这个指标是什么 是指向这个File 这个结构的指标 好 当然这个东西的存在 你大概懂 为什么它是 透过指标的形式 因为我们就不用 不用什么 不用揭露说这个File 这个结构 到底具体是怎么做的 所以说 在MacOS上怎么做 在Windows上怎么做 在Windows上怎么做 不用懂 抽到我就知道 我带指标就好了 好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是那个StreamIO 好 这里 之前在 这个什么 在 你所不到的西语言 里面的StreamIOEUF 和例外处理 这个 这个部分 已经有探了过 所以 请你 如果你对这个地方 掌握度不高的 你可以去复习一下 好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东西是这样 就说你看 这个是一个 你就想说它 它是一个指标 那我透过这个指标的查询 我可以找到什么 找到像刚才提到那些inode 对不对 就是我可以一路这样的查询过去 好 那最后呢 我真的也打开打开了 那我现在要去 读取档案也好 写入档案也好 那你看 我们在Kerno里面 Kerno肯定有一块 记忆体空间 对吧 那Kerno这块记忆体空间 当然是不想要给userspace看到的 好 那在userspace呢 一定会有一段记忆体空间 那这个东西当然是 userspace特有的 好 所以你想一个是Kerno 一个是user 那Kerno就算把这个 把档案做了一些必要的处理 把真的把档案读出来 那我要怎么把 读取出来的档案 提供给userspace 那你说简单 我用什么 在Kerno里面呼叫 Copy from 就是 Copy to user 好 就是你可以在Kerno来讲 会呼叫这样的Kerno API 那当然它也有反过来的 就是 Copy from Copy from user 所以不管是Copy to user 或是Copy from user 基本上都可以做到什么 就是把Kerno的记忆体 跟User的记忆体做什么 资料的搬动 这个本质上 没什么太大问题 可是我们去思考 如果你每次都需要 做这个资料的Copy 那是不是 我打开的档案越大 或是我要读取的 档案内容越多 它就越慢 这样听起来 怪可怕了 对不对 就是说 这个Kerno会不会洒到 做这一次 可是呢我又不太可能 把Kerno的资料 直接怎么 让userspace去看 因为看不到嘛 就是它是 在MU会做一些 做一些把握 所以我们不能直接看 所以往往人家去思考 说我不能直接看 但是我如果说 每次都是大量的Copy 又有效率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所以就是在 整个Kerno设计里面 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环节 所以我们去 这也是 为什么 为什么各位 需要了解这个议题 所以往往呢 我们其实要去 去思考 就像这种 这种层起的问题 好 那今天我们再 快速回顾一下 我们过去讲的东西 所以 这个 Process呢 不能只是把它当作一个 执行单元 更重要的是 你要把它当作一个 支援使用 支援管理的一个 一个 一个 单元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抽象层 Azors-based observation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来讲的话 一个Process来讲 你可以看到什么 它其实它一定知道 它所开启的档案 那所开启的档案 它其实有对应到什么 对应到这个 Information Note 好 然后 而且呢 这个每一个档案的 iNode的7台 有个什么 它会有一个 有个定子空间 像这个 就是它会有一个 某个范围 到一个Firesize 这样的一个定子空间 好 然后接着什么呢 接着是说呢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些装置 硬体装置 它往往都是很慢的 比方说这个硬碟也好啦 或者是网络磁碟 这些都是慢的 所以往往需要一个机制呢 是什么 在主机体里面做什么 做Cache 所以这个Cache呢 就是会用在这个主机体 这个Rain里面 好 这个概念不难懂 但是实际上怎么操作 所以呢 往往也要做什么事情 要做一个对应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Memimap 这些机制 那我们就会透过Memimap里面 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方式呢 注意到刚才讲到 你可以在Main Page里面找到 其实它有一个东西呢 叫做匿名的对应 所以注意到 就是我们在对应的话呢 其实方式有多 它会有句名的对应 也可以有匿名的对应 然后特别注意到 我们在做设计 机体管理器的时候呢 往往呢 我们会去善用这个什么 匿名的对应 比方说像如果你去找 刚才那个 Memad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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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说你在那个Memadok Memad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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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找这个 就是找这个匿名的对应 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东西是出现的 这个东西在哪里呢 那东西呢 在这个 在OS.C里面 就是 他就有做这个 所以你刚刚来讲的话 他做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抽象层 那这个抽象层里面呢 就把什么 把不同作业系统来 比方说Windows 比方说Linus Mac OS 基本上他都有这个Map 把新闻封装起来 所以你看到 这个东西呢 你看到 它有一个东西叫OS Alocate 那实际上呢 他就会 尝试去通过什么 前面讲到这个 这个Map 去做这个 机体的对应 所以注意到 其实这个 这个东西 越讲越有意思 对不对 我们今天讲这个 机体对应 这个机体音色呢 跟这个机体管理器呢 其实是有关键 所以注意到 我们刚才讲 机体管理器的时候呢 我们讲到效率的时候 我们讲的是策略 比方说Lock Free 或者说 我一次应该配置多大 但是最终配置的时候呢 其实往往就是透过什么 透过一个匿名的机体对应 做到这件事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呢 这边来讲话呢 这个在这个 整个 定子抠件的抽象层的概念来讲话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说 我这个 我的定子范围这么大 那定子范围这么大的时候呢 比方说我的定子范围是4G 以35元的加工来讲 是这么大的时候呢 我实际上 应该要对应到哪些实体的 实体的配具 所以 在虚拟机体来讲的话 有这个VNA 另外一端呢 就是我的实体经济 该怎么对应 对吧 好 然后呢 所以 我们的AsiaSpace 除了讲刚才这个VNA 那你大家很明显就知道 肯定要考虑什么 考虑到这个File的议题进去 好 然后 接着我们就重新去思考 就是所谓这个 什么叫匿名 这个匿名是什么东西呢 简单说 在这个匿名来讲 那概念很简单 就是 像我们刚刚讲开档 开档也好 读档也好 写 这个 开 读 写 冠 对 就基本上这几个操作 当然有些额外的 什么Seek 或者 Ftail 或者是什么 那我们先不管那些操作 但是基本上 这个 我们 开档 读档 写档 其实它本上就是什么 就是记忆体对应 而且这个对应的时候 是很明确的 明确给谁用的 但是有另外一种方式 我称为叫匿名 所以匿名来讲话 就是说 这张记忆体呢 它不是只是 不是为了这个 档案读取而存在的 它是为了特定的这些行为 比方说 我们在这个 Function Call 一个 Function Call 的时候去叫Stack 那这个东西 如果你对这个 比较没有概念的话 你可以去 参考一下 你所不知道西语言里面的 韩式呼叫篇 所以韩式呼叫篇 所以韩式呼叫篇里面呢 我们快速复习一下 复习一下它里面 讲的一些概念 我们在韩式呼叫篇里面呢 有跟各位探讨说 这个Function 这样的概念 听起来好像很单纯 但是注意到 西语言有很多考量点 导致说 它的行为 跟数学上的Function 其实不是直接对应的 好 那 我们 在这个 以Process的观点来讲 其实我们要去思考 每次在做Function Call的时候呢 其实我需要额外的空间去保存什么 比方说 A呼叫到B B呼叫到C 其实我要知道 返回的地址 如果你没有把返回地址 把它记住下来 你就会变成肉包子打狗 就有去无回 这不行 我们A呼叫到B B呼叫到C 但我C做完的时候 要回到哪里 要回到B 整个B 这个方形都做完 要回到什么 回到A 就是A里面呼叫B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我需要什么 我需要返回的地址 除了返回地址以外 我还需要什么 比方说区域的变数 区域变数 就是在Function里面区域的变数 对吧 你看 A B C 就是三个不同层次 A当然是最 最初的层次 B是赤字 C是最新的层次 最新的层次里面 当然需要一个 local variable 区域的变数 那同理 当我C返回到B的时候 B所有的区域变数 应该对它存在 那当然 从B返回到A的时候 那B就会消灭 那同理 全面讲的C 也可以跟着消灭 或者不处理 那这些空间之所以能够存在 其实也是透过 也是透过 这个匿名的记忆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 其实来讲这个 所以逆不逆名 关键在哪里 关键说有没有档案的 档案的对应 或者说 那当然 你该知道为什么这个在 像是 meMidlock 或者其他的机理管理器 为什么它会用到什么 用到 nmap 来 nmap做什么 做这个机体的配置 因为其实它也是用到什么 刚刚讲的 用到 用到的 逆名的对应 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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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匿名的这个 基因 好 继续探讨 所以 心里好像有点 有点想法 对不对 有点 或者有点启发了 对不对 好 下一个 就是 我们该如何知道 虚拟到实体 机体的这个对应 那 当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走访这些 这些 这件事我称为叫做 patchwalker 就 patchwalker 顾名实际就是去 不是这个 work 你要讲 那个 所以你可以 诶 work 我没写出来 奇怪 反正 就是 work 所以就是简单说 会有个机制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MU里面 会有个 叫做 就会去走访 所以这样 这个叫走访 work 注意到这个 好 那这个 patchwalker 呢 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代价 所以注意到 就是说在这个 现代的这个 电脑来讲话 为了要去缩减 整个 从 memory translation的成本 就是说从 virtual到physical 的成本 其实我们会做一件事 就是什么 就像这种tlb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 其实会去设计一个 很特别 就是由硬体 引导的一个机制 来做什么 去走访 就是说到底哪些 直接怎么对应 好 那最后这个东西是一个 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其他有很多 要考量 像以前我们在这个 endis 就是这个特别提一下 好 不是巧克力的那个endis 是那个 这是什么 台湾人的这个 台湾人的公司 那这个叫做金星科技 那是亚洲唯一的提供 CPU的这个 这个 IP license的公司 那它最主要的公司 业务就是要做这个 设计CPU 那不是只有CPU 那要有人去做 compiler 上面的作业系统 那要有人去做这个 上面的作业系统 那要有人去开发上面的应用 除充工具 除除此类这些 这些议题 那我们那时候在设计 这个endis 这个架构的时候 endis 就endis 产品很多 那其中有几款 是有MU的 那其实MU 其实有个很麻烦的议题 在哪里 就是这个 就是如何设计一个 有效的pedgework 那注意到 如果你的pedgework 没有设计好的话 你会导致一个很糟糕的 开始就是 这个作业系统呢 这个作业系统呢 往往它在处理上 就可能没有效率 就是 就算你CPU 的pipeline 设计的再有效率 那或者说 你的这个制程再好 往往呢 你可能会被 这个机体的存取 拉门去骨 你就想说 我一听到完就是吧 这印刷群做到一半 就是跳到某个地方 或者印刷群 要去写回去 什么知道 你就发现它的成本 是很大的一个变动 所以 就是 只是要提醒各位 好 然后呢 呃 接下来我们在探讨 另外一个议题 就是这个 就是fire mapping 那个fire mapping 我其实有提过了嘛 这样read也好 write也好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这个 Fread 它是一个比较高阶的 我们称为叫什么 叫做StringIO 那StringIO里面呢 它其实是属于什么层面的呢 StringIO呢 是属于这个 呃 属于我们所谓的 就是比较高阶的层面 那比较低阶的部分 是怎么做出来的 比较低阶的部分 就是用这个read-write 这种系统不叫 好 注意到read跟write 本身它是不做buffling 好 就是 它不会 不会有个什么缓冲区 好 那这个缓冲区 也不会考虑到什么 同步同步的问题 不管 好 因为这个Fread跟Fwrite 就是这种 它就是相对低阶的操作 所以网友要 针对效能好的时候呢 我就要设计一些 比较高阶的东西 像Fread跟write 所以你要设计一些 专门的一些 有缓冲的架构 或者还要考虑到 多争取的状况 你要特别去做一些 必要的一些locking 或者一些 避免的一些竞争的状况 好 那但是我们先不管 这个File的操作 反正你知道有 read&write也好 好 因为我刚才解释过 read&write 最后呢 都会操作到什么 操作一个特定的 virtual memory area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 好 其实关键在这个 好 那 这会衍生一个好玩的问题 思考一下这个 就是说你看 我今天有这个process abc 好 那abc里面呢 都会有些 读档案的 写档案的需求 对吧 这是很常见的事情 所以你去思考一件事 什么时候abc需要 读取档案呢 这个太容易想了 比方说 我们在unis里面讲话 有个什么 etc里面的password 对不对 好 那这个 etc底下password 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来保存 保存这个 像个账号 对吧 所以比方说我们来快速看一下这个内容 你说为什么不打开我这台电脑上的password 因为我不想给你看 好 那不管 反正就是说 它基本上它的内容呢 就长得像 像这样 像是这样 就是说我的username 叫root 或者username叫做bin demon 然后呢里面就会有些 一些个电栏位 就是帐号名册 密码 UID GID 或者一些他各种的home root 就是谁这东西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它是很常会被存取的 所以你可以想说 反正process a b c 或是其他的process 基本上都会打开etc底下的password 都会有这个需求 这本质上没什么问题 因为这是 process被赋予的自由 好 但是哪个地方是 我们刚刚提到 这些档案的存取 其实是这样 它会有一个 对应的一个 就是 就档案操作会对应到机体 所以我们在 process a b c 这三个process 都会有什么 对应的vna 所以我a bc 都打开这个password 这个档案 而且想要去读取里面的内容 看出特定的这个 一个账号对应的它的 uid userid group id 到底为何 这个在vna里面一定 一定可以知道这个 就对应之后 建立好这个对应后 一定可以知道 那可是哪个地方在于说 那我iNode 要怎么去记录 对不对 就是一个档案 就是这些档案的资讯 所以档案的这个读写啊 档案的这个 操作模式 这个东西是记录在iNode 但是这个东西 最后 我该如何对应到一个 真正的装置 真正的装置呢 它就放在一个 磁碟 或者放在网络某个地方 或者放在某一种 特别的储存的形式上 当然有可能也会放在什么 也会放在 以主机体为基础的 那个 档案系统上 比如说你可能知道 一个东西叫什么 Rain Disk 不管Windows也好 Linus也好 都有这种技巧 就是把这个 建立一个档案系统 这个档案系统用在哪里 它是实际上用主机体来存放 好 但是我不管这个东西怎么存 总之我需要建立一个对应 难的地方就在这里 这东西有什么难呢 因为我一定要知道说呢 就是我一定要知道 有效的资料在哪里 以及有效的范围 所以它会需要一个位量 所以这样讲之后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 像这样的操作 就是我 滑指 A B C 反正不管什么滑指 我要做一个 要做一个档案的操作的时候呢 我肯定要知道什么 要知道说 我的有效的这个 pointer 对不对 指标在哪里 它的位 就是档案的这个大小 好 但是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区域 它很可能只对应到什么 只对应到一个答案 就像刚才讲的 只对应到一个答案 那超过它范围呢 会发生什么事 我姑且不论这个议题 但是 关键的地方在于说 因为 这个档案的大小 是很难讲的 那可是呢 你回想到 我们之前在讲这个 Linux的机体管理的时候呢 我们讲到什么部分呢 帮你复习一下 好 我前面不是讲到 很重要的概念是什么 叫做 page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讲这个page的概念的时候呢 其实很重要的地方是 呃 我们有讲到像body 对不对 body allocate 这些这些议题 对不对 所以我们去真的要讲的东西在 图片 所以我们要去想 就是说我们真正呢 真正要讲的这个东西呢 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page 对吧 好 好 那这个当然这个东西 比方说你会设计到什么 像那种pgd 就是这个pgd 这个东西很多啦 这个 这个一大堆啦 就是什么pgd啦 pte啦 或注射也好 这一次也请复习一下这个page table的管理 这个在很多材料都有写吧 包括说你的这个计算组织的书籍 甚至甚至应该都会有一个描述 那我们回来看这个 所以呢 其实真正的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的page呢是会有个固定范围 所以比方说我的page的范围是4k的单位 那这档案呢 很可能会在4k的范围内也可能会需要好几个4k的范围 对吧 然后呢我还要考虑到一些 比方说一些计题啊 像这个alignment 对不对 就一些记忆体对齐的计题 那如果对这个记忆体对齐不是很熟的话 你可以 顺便参照 你所不知道的西语那边呢 我们有一个讲座呢 在讲什么呢 讲这个 记忆体管理 对齐 还有硬体特性 所以你会知道说 我这个怎么做alignment 然后还有一些padding 还有一些这个 记忆体管理 我希望可以消除一些误解 那为什么我一听到会讲这个误解呢 因为问题太多了 好 那但是没关系 你回顾一下 你可以大概略值一二 好 那所以我们要去思考 就是说如果呢 你这个记忆体对应 是对应到一个档案 而且是有效的对应档案的话 你会得到一个有效的指标 可以清楚知道它都位量 那这个位量呢 很可能会因为这个alignment 或者做一些必要的一些调整 那如果呢 你是匿名对应的话呢 这个 我的firepoint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now 所以注意到这些东西 好 然后再回去刚刚想那个情境 开机就刚刚的情境了 对不对 开个档案 就想要做etc以下的password 反正大家都想开 好 那所以如果大家都想要打开这个档案 大家都想要做必要的操作的时候呢 那整件事就很有趣了 因为还记得刚刚讲这个概念了 everything is a file descriptor 所以呢 势必呢 这个file descriptor 就是存取的关键 对吧 而且每一个file descriptor都是什么 都是 都是process所特有的 好 来复习一下刚刚讲的东西 所以看整件事变得很好玩 好玩的世界来了 在哪里呢 这个 所以你去思考一件事 就是你看 在这个画面中来讲的话 我会有什么 cross a b 各自就有各自的fd file descriptor 所以这边fd0 跟这边fd0 是独立的 好 然后呢 但是open file table 就会对应 比较说这个fd2 跟这边的fd2 好 虽然它数字可能不一样 但没关系我就知道对应到同一个人 好 所以比方说 同样一个人 好 比方说我在台北银行开户 好 那我在台北银行开户的时候 可能是什么 我们是在新店开户的 但是我现在居住在台南 你说我在新店开户 在台南可不用 其实我还是可以提款 对吧 但是台南的这个 这个什么 台南的这个分行 还是需要说 那你要不要 这个在台南也开个户 好 反正就是 反正这个东西就可以建立一个观点 好 然后这边讲的观念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 每个fd是什么 是 它是 特有的 好 然后呢 接着会有个东西叫什么呢 就是它会有个东西叫 File Descriptive Table 就是去做这个 做这个必要的一个对应 好 所以你可以讲到 这个东西对应到哪里呢 对应这个 对应这个 好 然后之后才对应到 真正我们要在意的地方 是这些iNode 好 再由iNode去指向 指向出 该怎么去存取这个部分 好 可是呢 还有一个环节是这个 这个环节 我们还没懂 对不对 就是说这个iNode 对不对 右边看到的东西都是机体 对不对 所以右边你会看到一堆VNA 然后反正就是 这些Virtual Memory Area 我们看得出来 可是呢 左边这个 对应到这个尸体的装置 到底该怎么对应 来继续思考 我们不会急着告诉你答案 为什么 因为整个思维很重要 所以其实 很多人 对那个Lince Kermall 包含过去的我也是这样 就是花很多时间在看扣 花很多时间在举足 就是在想做揣摩这个东西到底在干嘛 然后好不容易揣摩出来 好开心 我发现奇怪 下次改版怎么又把我揣摩东西丢掉了 加上我认为丢掉了 后来他发现什么 是FIX MOVE BUG 也就是说你举足老半天的东西根本就错了 因为在下一版就把它改改对了 比如说我可不可以等到 等它改好之后再去看 可以啊 好 那你就发现 把一个旧的 把一个过去的BUG修正的时候 有可能引入新的BUG 或者引入一些新的限制 或者一些新的机制 那你别说你越慢下早你就越痛 对吧 所以在我的观点 学习更多就是及早学 做正确事永远不先玩 但是你要先高中 他前因后果 所以前因后果 其实网友就要多种训练 就是想说 他到底怎么回事 你要去想 去揣摩 你去揣摩 这些东西怎么回事 想走之后呢 再去看词词码 然后就看跟你想象中 有没有相同 有没有可以呼应 那最好再去做一些实验 去做验证 然后去追踪 或许一些发展 好 那我们再继续看到 就是说 我们会需要解决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你看到 在这张图来讲 右边是VNA 左边是实验装置 那 从右边的VNA 然后呢 这一路呢 就是通过这个 open file table 然后对应到inode 那inode 对应到实验装置 这你知道 可是 如果要从 装置对应到 有哪些process 这件事就是反向的 就不是那么单纯的 对吧 你看到 这边是对应的 那反过来就很尴尬 对吧 这件事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那可是呢 你可能会想到 会记得linux上 不只linux 在unis 或是类似的系统 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叫elseof elseof是什么呢 它这个是 叫做 else是印出 印出资讯的意思 对吧 它会印出什么呢 印出打开过的档 所以这个东西很好玩 这件事本质上 它在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 方便说这个 就是说 我这个档案在这里 对吧 档名叫这个是什么 那我知道 有哪些什么 有哪些 process 被开起来 当然也可以反过来 就是某个process 它到底开什么档 我可以知道这些事情 那你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 比方说这个 这个 就是我给定的process 它到底什么 给它有 它的那些档案的资讯 那这个 其实很多作业系统都有 从这个 IBM的 AX Apple的这个系统 VBSD Linus Swise 基本上都有 但是或多或少 会有些落差 我们现在不想落差 但是我们要去想 这样的东西 我该怎么做出来 这个显然会有这个需求 你知道一个档案 你会被打开 那我们会有这个需求 但是这些需求 该如何有效率的 实作出来 这件事就很困难 所以我需要一个 一个方式可以去做一种 对吧 所以你可以去思考 这个东西要能够做出来 其实需要很多议题 那再强调一次 Linus kernel的存在 是来解决问题的 所以往往它会花很多时间 在设计 准加化 设计一些 特别的一些情境 所以不用急着去看 应该是把这个相关相懂 那Linus 为了解决 刚才前面这种问题 就是这种 或是为了做一个有效率的 LSOF的话 其实它必须要去设计一个 有效机制 那这边我会提到一个东西 叫Radist Tree 那怕各位对Radist Tree 比较没概念 稍微讲一下 Radist Tree在做什么 所以你看 又又又又又 又又又 就是其实你学习 有点多人觉得说 对Linus kernel不熟 其实不是Linus kernel不熟 你资料结构可能也不熟 只是你通常不承认而已 好 那没关系没关系 我们解决问题最重要 然后这个东西是怎样 就是我们稍微对它有点概念 就是我们在讲 资料结构的细节之前 先来讲它的用途 它的用途是说它的出售能有效率 而且它的查询够快 那这个用途是什么 就是我的指标跟实际的数字 所以比方说你去思考一件事 假设你常常会有一个需求 就是我这个真正的数值可能在这里 让我可能有指标 所以我要把这样的一个对应 把它找出来 就是一个指标跟真正资料的对应 建立一个这个表格 那这个表格呢 希望它很有效率 然后更新要可以很快 就是搜寻要很快 那你发现这个东西其实是什么 这就是Reddit Tree 那Reddit Tree呢 想一想就是很适合什么 感觉有情境啊 对不对 你看 右边再讲就是什么 就是一堆Pointer 对不对 VNA里面都包含什么 就是有那个Pointer 指标跟它的Offset 有效的Offset 所以我的指标呢 就会有个不同的 就是 上面都会有 就是右边会出现一堆的吧 一堆这个指标 好 那左边呢 是你实习的资料 对吧 这东西 必须 就是必须去保存它 真正 真正我们要存取的这个资料本体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用到这个 Reddit Tree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机制 那这个 这个Reddit Tree 很特别 就是你们看到说 它里面有很多 很多 很多变形 那这个 这个 我补这些细节 那请你先去自己去查一下 然后 所以 帮大家记一下 所以它是很适合什么 是这样做Pointer 对于这种 这个 特别是整数数字的那个对应 好 然后所以呢 在Ninx Kernel来讲的话 善用这个机制 因为它的 储存是很有效率的 注意到 往往呢 我们今天思考 资料结构的时候 不能只看快不快 就average快不快 我们要看Worth Case 它的那个 时间复杂度是可以接受 那这个以外呢 还要看什么 空间效率 所以注意到 Reddit Tree 不是最快的 这个 这种 这种 符合这个机制要做的事情 但是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它的空间效率 是不错的 那当然 类似的东西是蛮多的 请你自己回去查一下 好 那所以总之呢 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我们算得出来什么 我们算得出来它的这个 就是我们称为叫branchive vector 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知道它的那个 整个 在刚才 刚才 画这个seed图 其实我可以 知道它的 整个 深度 就是我这个 我要分支撑下去 我可以知道它的深度 我可以预先把它算出来 然后甚至 还 Reddit Tree还有很多变形 那其实去相关 查预先相关的一些材料 那大家就会 特别去探讨说 这个 Reddit Tree的用法 好 那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这个画面中来讲的话呢 这个东西很有趣的 地方是什么呢 你可以去设定不同的这个高度 好 所以比方说这个高度呢 是设定成1 1的时候是这样 好 所以所以你看到我这边有一个Tree的Node 好 就是TreeNode 然后一讲的话它就有不同start 那start对应到不同的page 诶 突然好像有点概念 对不对 好 所以你看到我这个node 然后它就建立不同的对应 然后 那当然你可以把它设计成两层的 两层的 就是你的这个高度是可以设定的 所以这个start 在指向什么 另外一个TreeNode 那TreeNode里面放不同page 那 为什么要切割着不同的高度的话呢 那就是跟什么 跟它的这个 搜寻的策略有关 好 所以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事实上在整个 Vinus kernel使用的 是会有些限制的 那所以这边有一些计算方式 请你稍微看一下 比方说我这个 我的最大的空间是 给定是256k 好 那我就把它设置进一个叫branchive vector 这个 我会分支 依据我的深度 然后分支 那来讲话呢 你就帅 好 比方说我这个 这个4k大小的page 好 所以就256k 除掉4k 好 所以它为什么 它为什么需要64个page 我这边要64个page 才能够去处理什么 处理这个有效的256k的范围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再继续思考 思考 思考下一个地 下一个地在哪里 就是说 我们该如何去处分 我这些细节先忽略掉 好 那 注意到这个在linux上 registry 很麻烦 其实做很多最佳话 就是几个bit要做什么事 先忽略这些细节 还有深度怎么做 好 那 如果我们对这个东西懂了之后呢 简单说我们就具备一个什么 一个 对空间使用率很有效率的一个 一个资料结构 这个registry 好 那所以呢 它的作用就是我的这个地址 我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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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 它的实际上地址 跟一个整数数值 好 那所以 所以我们再思考一件事就是说呢 我该怎么去善用这个registry 好 所以你看 这个东西很好 就是registry 其实它不只用在这个 用在这个page 所以它也可以去描述说它的那个tag 好 那我们知道在MU来讲的话呢 我用这个tag 这些tag来做什么事情 去标注说 一个page呢 它是 是否为dirty 好 就这个 所以我可以用这个东西来追踪 追踪这个 比方说 资源分享 就是这么page dirty 这样的一个 一个议题 所以你可以用这样的机制呢 去 比方说你可以去 去做什么呢 Dirty 去做 shp unwrites 我们知道里面有个 在作业系统 常见一个机制 叫做copy-on-writes 好 所以这个copy-on-writes 概念是这样的 就是 它这个概念很单纯 就是说 我没有可能呢 某些 这些机体空间 我是可以共享的 因为我今天 尽可能去共享 所以比方说 叫folk panel跟child 我去共享 共享特定 某几个page 但是呢 如果说这里面的内容 因为一开始共享 但是呢 发现其中有一个人变更了 那变更的时候 我在干嘛 建立一个副本 我一开始建立的时候 都是共享 所以它可以很快 建立一个什么 建立一个child process 因为child process 跟child process 有很多page 就是共享 但是呢 一旦呢 我这个page呢 有更动的话 所以我就copy 一个新的内容 那重新做这个对应 这个东西叫什么 就是透过刚才讲的这个dirty bits 那这个技巧很重要 那 这东西呢 我怎么去追踪说 这个page呢 是否为dirty 这时候就可以用到 我刚才讲的这个 radix tree 那有了这个radix tree 之后呢 那你就可以这样 有效的去追踪 你可以先记这个结论 好 那所以呢 你可以去思考 今天这个东西的对应是这样 就是说 假如我今天要做出一个 像刚才提到的就是什么呢 像是这个lsof 对 我要做这件事 对不对 我现在要把 给定了一个process 打开过的档案 或者一个process 一个档案 到底被哪些process 所开启 反正不管哪个方向 然后我都可以很容易呢 透过这个radix tree去干嘛 去追踪 去追踪 去追踪说 它到底被谁开 被谁启动 好 所以呢 我们讲了这么多之后呢 我们把它思考一下 我们做一个分类 分类就是说呢 我们做这个机体对应 特别是针对有档案的 注意到没有 没有针对档案的 机体对应呢 那种匿名的 是针对什么 像这个quise所需要的空间 像stack啦 或者说像这个 像那种机体管理器 那机体管理器用的就是keep 所以不管是keep也好 stack也好 这些怎么样 它没有针对档案的 但是注意到我们之前讲的是 针对档案的 所以针对档案的话 就是说 我从我的VNA 然后再打开一个 open file descriptor 所以我知道打开的fd 然后再透过打开的fd 去建立什么 对这个inode 对这个information node 对档案系统的metadata 有些对应 然后这个inode 到底是怎么去找出真正 该去存取的空间 因为这个资料在这里 我总是要知道说 这个到底映射到哪些人 所以它需要一个反向的 就是反向去找 所以反向去找的话 就是透过这个reddit tree 所以它就是指标 跟这个数值 那这个数值呢 就是什么东西好玩 其实对应到刚才讲的page 那除了这个page以外呢 它其实还可以追踪 像刚才提到这个page得体与否 你以为这样结束了 没有 因为这件事呢 往往作业系统会做很多最佳化 比方说很多作业系统都会坚持 就是我写档案的时候 不会立刻去写 你想为什么档案不要立刻去写 如果你每次写档案都立刻去写的时候呢 你肯定怎样 肯定这个会有很大效能的折损 因为磁碟慢 然后更麻烦的要是什么 有可能会失败 就是很多装置 它只能在特定的时间能够去写 你不是随时随地想写就写 这个装置可能需要什么 它需要像以前的那个 早期的软碟机或者硬碟机 它可能就到归位 在特定的一个状态就能写 那没有在特定的状态下怎么办 就等到什么状态改好位置 所以往往浪费多时间做件事 所以多数的作业系统 其实会做件事 它不会急着自己 它会排成之后 硬体告知 硬体装置告知 我什么时候该写 再去做 所以事实上呢 它会有一个延迟 而且它需要做一个排成 可是呢 麻烦的地方就是在说呢 我们既然做了一种最佳化 就是说我不急着把这个资料写回去 所以我很多时候 可能还是保存在主机体 那我就要去追踪 就是要有效率去追踪这些配置 因为其实就该写进去的 磁碟夹在这里 然后我这些page的内容是什么 刚刚要写是这样 所以我虽然做了write 我去写了 但是这件事不会立刻发生 所以在这边 发这个资料更新完 就是我触发要去写 那我真正资料更新完 这其实会有时间差 这个时间差 中间呢 其实会有一些议题 要去特别去考虑的 那这个议题呢 也跟记忆体关系关 你会发现整体是太刺激了 好休息一下 好 那我们继续这个讲座 然后有个网友问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 这网友的背景是 某一家公司的这个认体工程师 好 那这个问题是这样 就是说 他提到呢 去开启个档案 叫做 有个很有趣的 叫做DeviceFile 叫DVMEN 好 那 先用一个什么 可读可写的模式吧 打开 那打开之后呢 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NMAP 好 说明来思考一下 那他说什么呢 他说这样做完 记忆体对应之后呢 那如果可以知道PCIe的地址 好 就知道PCIe的地址 你可以在DataSuite可以查得到 而且在 如果是PC架构来讲的话 他就是 固定摸 摸几个位置 好 然后 呃 比方说你可以 找一下那个 这个 好 这个 看一下 你先来看这个网络搜寻结果啊 其实他还蛮多的对不对 就是NMAP这个 那不过跟你讲一个坏消息 这件事不见得永远都会成功 其实他会有一个 有一个 咦 这件事呢 注意到哈 这个东西呢 其实呢 尤其在Android手机里面 会做一个 反正为什么这样 就是尤其在这个Android手机里面 会尝试做一件事 就是 让这样的一个行为 就是 我们去 注意到哈 刚才那个行为就是说 就是说 我在User Space打开一个档案 那打开一个档案之后呢 做这个记忆认试之后呢 我可以 有机会 直接去 存取到 装置的这个 我称为叫Device Device Memory 那这个东西的这个 它实际是可以被限制的 注意到哈 所以手机 手机都有这个 会想办法做这些限制 所以 我看到了 这个 通常做坏事的东西会比较多 好 那我们先不讲做坏事 那 如果不讲做坏事的话呢 我们先来看它的 那个原理是怎样 看一下原理 哦 太好了 这个刚好有张图的 我找图的时候很讨厌 有时候会有这个 有时候会开不起来 所以我们来多开几个 嗯 好 这个process呢 其实大家看到的东西是什么 看到是Virtual Address 然后 看到Virtual Address 这是一个很有弹性的设计吧 就是 我们刚才提到 我们可以透过像Copy on Write 这样的一个技巧 很有效的去 让Folk这张系统 变得 变得 够快 然后呢 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我们可以透过什么 可以做这个资源分享 所以表示像那种 学们的机制 也是透过这个Virtual Address 所以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MU的设计呢 其实它对整个这个 系统的 行为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又可以做到 资源的保护 又可以透过 配角共享 确立说一定的这个 一定的效率可以被保证 但是我们现在在讲的东西是在 跟这个Virtual有关的部分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周边的行为是这样 注意到上面这个东西呢 不是只有Linux也有 这个东西是一个 在 许多的硬体架构 都具备这样的能力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周边的行为 周边的行为呢 就稍微复杂一点 好那我们尝试把它简化 所以第一个来看 我们讲这个CPU呢 在MU设定完之后呢 看到东西是一个Virtual Address 所以注意到 它会有一个Address Bus 那这边是一个什么 这个是 我们实际上会 就是MU办的角色就是这个 就是CPU的 instruction 就是我在CPU的instruction里面 多办存取的东西 在绝大多数的时候 都存取的东西都是什么 Virtual Address 那这个Virtual Address上呢 它其实都会有什么 都会有个东西叫Address Bus 就是说 我其实 你就想一下 就是假设我去西洋说 16近卫的 0x1235 我现在把它读出来 所以我其实是什么呢 现在是我在这个Address Bus 要求什么去读 那有反过来的东西就是说 我希望把15 15这个资料 写入到特定的Edress Bus 像这样 写进去 那我这个写进去的时候呢 注意到 它不会立刻写 注意到它不会立刻写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前面看过 就不会写了 所以我们实际上呢 我们需要有个机制 你们看到 画面说这个红色这个线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我最终是怎么写 所以如果说呢 你今天是透过什么 透过这个 透过资料 是要写到主机体 那所以呢 你会有个东西 有什么 会有个对应的一个Data Bus 那这个Data Bus呢 这个东西就 学问就比较大一点 这东西的学问在哪里呢 就是说 因为我们去写资料 写到这些 不管是写到主机体 甚至写到不同的周边上 你想说 像 比方说网路卡 你想 网路卡我要写资料 其实 很多时候呢 你写资料是很简单的 比方说这个 Make a Trace 就是Make a Trace 那这个 在网路卡 基本上都要做这一事 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我的那个 电容温卡 它有个Make a Trace 那所以其实你需要什么 去更新你的 那个Make a Trace 那所以其实 其实在Device Driver 其实也会做这种事情 好 所以你用脑袋想知道 肯定呢 这个Make a Trace 一定要 一定要能够被 一定要可以被装置 什么 可以被它 记录下来 因为 假设你这次写完之后 下次就不见了 这个就不叫写路嘛 所以要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说 所以这个在右边来讲 Circuit上 就是这个电路上 一定有办法去保存 我们先不管说 什么EE Pro 或者什么什么 NVRAM 先不管 这个东西是怎么做 好不管 但是呢 你要知道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因为 这些周边是比较慢的 它的时迈 你看 这边的时迈 跟7米的时迈 是肯定不同 7米的时迈 是动辄就是Gigahertz 但是这边的时迈 低很多 它可能就是Mega 或者是Kido Kido Kido 所以往往呢 我们需要一个额外的一个电路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东西 有没有发现 出现了什么 可爱的FreeFla 我们为什么需要FreeFla 就是呢 如果呢 我们没有FreeFla 我们在电路上 其实往往都会遇到一个很麻烦的状况 就是电子 什么叫电流 电流就是电子 电子流动方向 叫电流 那所以呢 我会去 你去思考一件事 就是说 如果呢 我抽到也就是 只是这样子开通 这样流动 那我不管我这个电路怎么做 所以我就是 我就是有个电子流动方向 那可是呢 那我如果拿一个装置 你就想到我在棍中 假设一个装置 在这里 我去看它的截密集 就是我去 你假设一个装置 它很精准 我这个截密集 所通过的电子数量 会不会永远是固定的 很可能不会是 永远是固定的 所以你会遇到一个状况 就是说 如果你只是用这个 开通跟 开跟关 来决定说这个 电路 这个在 像灯泡的例子 没什么关系 对你来讲 灯泡它是不是 永远光照都是稳定的灶泡 其实不重要吧 对人眼来讲 它这个 电动的速度 很快 快更慢 其实不要 间隔太大 多半时候都看不出来 可是呢 这个东西在数位逻辑都不一样 数位逻辑我们要的是什么 很精准的0 跟1的讯号 所以为什么 我会设计一个free file 就是希望呢 我们透过一个什么 透过一个同步的时钟 确保说什么 我这个 比方说我现在想要设定成0 或是想要设定成1 或是从1 变成0 0变成1 它们其实状态的改变 其实是怎样 是会有时间的 但是我透过什么 我去透过这个clock 我透过 像那把锁住 所以你会知道说 这些东西 它另外一个字叫latch 就是像那个门酸样 好 所以注意到 我们设计这个latch 不见得一定要有这个clock 但是有clock 之后可以给我们很多 很多上的这个便利 那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去 透过这个 这些这些正反器做什么事情 做出一样不同频率 像2分之f 4分之f 8分之f 16分之f 所以你看到 这个不同的频率 意味着什么 0跟1变换的什么 0跟1变换的速度 那当然 反个角度讲 我们其实控制是什么 控制的周期 我们为什么要特别跟你讲电路的事情呢 你去思考一件事 其实以硬碟观点来讲 我们其实控制就是这个 1变成0 0变成1 在指定时间内 能够让1变成0 0变成1 所以有这些free flood 可是麻烦的地方是什么 基本上不知道这些事啊 对不对 我今天假设 这个装置很简单 就是一个灯泡 我要让它从暗变亮 亮变暗 或者说做出呼吸灯效果 还记得呼吸灯 你手机里面这个呼吸灯 对不对 就是按亮亮亮亮亮亮亮 那干嘛 对不 有一种呼吸的效果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巧 当然如果你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下 有东西叫PWN 这个PWN 那你可以看到在我们称达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这个Wiki 那你可以看到说这个东西其实它就做的事情是什么 做的事情就是讯号的变化 那我们之后也给一些程式 所以你看我这个人来讲的话呢 我就可以我可以通过0跟1的变化 创造出像刚才讲的这种 这种像是这种周期 就是说你看我这边1的时候是这里 那0的时候在这里 所以1的比例占了7速 反过来是0的比例占了2速 因为它的对人的眼睛来讲看不出来 虽然在硬碟电路来讲的话它有什么 会有这种1 那边讲1 然后变0 然后再加1 那只会有只要确保说1的 我状态 我锁定状态为1的 时间比重是7速 那反过来说锁定时间 锁定的讯号是 就是25%是0的话 那我就可以创造就是什么 7速的亮度 当然就可以透过这种东西来控制 那这东西叫什么 叫做PWN 所以你看它的PWN概念是什么 就是它把这些数位讯号做出一个好像类比的东西 你看75%也好 33%什么的 其实我都可以透过什么 透过这个切换的频率 就是透过这种数位讯号去做出不同的光的亮度 甚至做出什么 不同的马达转速 都可以做这件事 这个东西叫PWN 那你可以去试考一下 那其实这些东西 就是我们所谓这些Divine Driver所要做的事 对吧 这个我们刚才讲了一些电路的东西 可是麻烦的地方是 这个在CPU本身是 不禁得知道这件事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软件工程师 对不对 我们要在对的时间点 去下达一些指令 所以往往这个Databus 对这些 这些 这些FreeFly 其实我需要额外的一个控制的Circuit 所以我们会先去阅读Datashank 说在什么时间点 我需要做这个设定 但是我们写录的时候 其实不是直接写 比方说我透过一个CR 叫ControlRegister 然后除了ControlRegister 还有一个东西叫DataRegister DataRegister 好 所以就说这个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 ControlRegister 就是跟这个找GPIO的 好 所以比方说像这个 像以GPIO的来讲的话呢 它会有 就是说它会有几个这样的一个设定 所以你就想说我今天呢 我要做这个值的设定的时候呢 我就把这个资料 就是不管是ControlRegister 也好 那个DataRegister 也好 我是什么 我是先把它写 把这个值写进去 可是呢 它会在什么时间点生效 其实怎样 这是要跟这个真正的硬铁电路有关 所以你看到 所以这个东西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我们对最终 我们以软体观点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东西是读写 对吧 然后但是呢 真正的这件事能够 能否怎么发生 其实取决于什么 你的那些MOS 就是看你是哪种MOS 你有PMOS NMOS 反正我这些讯号会带来真正的变化 其实是什么 是你的硬铁电路决定 那回到刚刚讲这个 这张图 所以你看到 所以其实呢 我们的ControlRegister DataRegister 其实它就是 因为我这个左边 这个就以这个CPU观点来讲 它处理是可以很快的 那右边这个 我们所谓的叫Prefer 就是这些硬铁周边 它相对是慢的 而且它只能在特别的时间内完成 所以往往呢 我需要一个额外的一个DataBus 去传递这些资料 然后呢 需要一个方式来去什么 去告知它的一些地址 所以你看到 注意到一个是什么 一个叫AdressBus 那AdressBus是跟其他直接沟通的 那DataBus呢 就是串联这两阶的 就是说周边跟什么 跟那个CPU 好 那再尝试来思考这些事 你看 从智当图到智当图到智当图 智当图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方向改变 然后呢 我们去思考一件事 刚刚那段程式之所以能够运作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就是说呢 它先要知道什么 先要知道一个 一个特定的地址 而且呢 需要知道它的这个模式 所以要知道这个模式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不是每一种这个周边 都可以透过这个MF码去处理 因为你必须精确把这个时间抓好 如果你没有办法把这个精确时间抓好 的话你可能会出问题 好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呢 刚刚那一段呢 刚刚那一段程式码呢 其实有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吧 我们的这个Memory 作为一个device呢 它本身是没有被限制的 没有通过这个S1Liners 或者其他的这个方式去限制的时候呢 好 那我们实际上呢 我们透过这种东西 你看 我透过这个打开 打开档案 就是开起来 好 那开起来之后呢 那其实呢 我们如果有建设对应 就是一旦这个机体呢 有对应到这个特定的device file 好 那我其实 其实就这样 我的全程设定对的话呢 我就可以这样 我就可以去读写 而且呢 一旦你知道 所以注意到这种东西 而且你一旦知道说 它对应的那个区域 比方说这样这边 所以一旦你把它对应完之后 注意到前面只是开档而已 前面只是开档 你要去算它的移动量 但是这边有趣的地方在这里 好 一旦我透过Map之后呢 我Map完这个B 好 所以注意到这个B呢 它的空间会是什么 它会是什么 它会是Virtual的 Virtual address 所以注意到这个前面这个0 写0的话表示什么 表示说呢 我今天的对应是在哪里呢 我今天的对应呢 它是让它做什么 就是device file 对应到什么 对应到Virtual 好 我建立好这个对应之后 那这个对应之后呢 你就可以做一些事情 因为你就可以 假设这个东西 你知道 Video memory 在哪里 或是你知道PCIe在哪里 好 所以其实你就是什么 就是参照到另外一块空间 那这个空间呢 可能就是所谓的那种 呃 就是刚才讲的device memory 所以刚才device memory 就是哪一段 就这个在这边 device memory 所以有趣的地方在于什么呢 只要你的这个databus 跟这个adressbus 可以建立一个 就是透过这个Map 你可以建立对应之后呢 注意到这不是只有Linux才有 其实很多做一种 比较说Linux也有 只是比较麻烦那样是说 哪地方在哪里 是这个 这个意思的范围 就是我这个virtual的范围 是不是真的允许让我们做这些事 那所以注意到呢 我们其实还除了刚才那个方式以外 还可以干嘛 可以做这个iopause 注意到呢 这个device底下的 呃 那个什么 那个 注意到这两个东西不同 这个叫kman kman就是kernel的 公明是kernel的man 那这个man是什么 是 就是所有的这个可定值的这个 记忆体范围 然后一般来说呢 Linux可能会做一些保护 不忘记从哪个版本开始 它会不准让你去读kman 或者说它会设定一些 比方说你需要透过 Linux的kman 都可以设定 所以就说kman就不给你读 那如果说你的memory device memory底下呢 这个是可以读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 就可以把它对应到那些prefaw的那个memory 那另外一种方式是比较特别的 称为叫做port 前面講的東西是MemoryMap的Io 我真的叫Mio MemoryMap 像剛剛講那個VideoMem VideoMemory也好 PCIe也好 這些它們在設計上是可以支援Mio 但是在某些周邊比較特別 某些周邊它不支援Mio 也就是說你不能透過MemoryMap的方式去做 所以你會需要一個像這個DVPort 注意到往往這個是S86的架構 或是PowerPC的架構才有 比如說你接觸的東西是On也好 或是Mix來講是沒有這玩意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不是MemoryMap的Io 而是IoPort 就會比較麻煩 因為IoPort的資料的更新就不太一樣 所以你需要搭配額外的東西 比方說設定一個IoPermission 甚至成這個 然後你還要搭配額外的OutB IntB 因為它不是記憶體的對應 就有點像你的GCPIP一樣 它是一個Port 你要去設定的Port 然後去做讀取 所以注意到這邊來講的話 你就不會得到一個什麼 你就不會得到一個指標了 所以注意到這個用法 這個問題蠻有趣的 好 我們再繼續回來探討 來探討 好 我們剛才提到DirtyPage DirtyPage的追蹤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代價 先去思考這件事 像OpenMap 這些東西都是 OpenMap也好 這些都是很沉重的系統呼叫 但是它又非常的關鍵 因為一天到人要做這件事 好 然後應用程式本身 它其實是有能力去強制 強制去做資料同步 也就是說 我們做一些設計的時候 希望緩衝區在哪裡 除記憶體 但是我們其實可以透過一些系統呼叫大 比方說什麼 像這個Fsync 我可以透過Sync Fsync 那幹嘛 來做這個 這個資料 資料的同步 其實還不止 還有這個DataSync 稍微看一下 它在做什麼事情 你看 它去同步什麼呢 同步一個叫 InCoreState WithStorage Storage最重要的要儲存裝置 所以你會好奇什麼叫做 InCoreState 來看一下描述 好 先來看一下這個家族 有Fsync Fdatasync 注意到它的輸入都是什麼 Fd 所以就是說 操作的東西是 FireDescript 來看一下這兩個東西 好 先來看一個Fsync 它其實本質上是什麼 它就Flash 就像抽馬桶一樣 Flash 所以應該這個就是字 英文的用語很有趣 很有趣 它就是像抽馬桶一樣 好 所以你想抽馬桶的意義在哪裡 就是 你懂嗎 你在生產那個東西的時候 你吃完之後會生產這些東西 生產的時候 其實它會在馬桶上 你想馬桶本身就是一款衝區 那化分池是很遠的 對吧 而且你可能住在高樓大廈 所以假設你今天住在10樓 你看到你在10樓製造一些 很有營養的東西 味道比較豐富的東西上 那一開始它緩衝在哪裡 緩衝在你的馬桶上 那接著你按一下Flash 那你就會從10樓的馬桶 一路上通通通通通通到你的化分池 那化分池往往它不會在1樓 不然1樓的豬物會升起 它可能會在比較深一點的地方 我們現在不管這個防固的結構 那所以其實你想一件事 Fsync的本質上就是這件事 因為如果我每次呢 這個你產生那個 味道比較濃郁的東西的時候 那就直接掉到化分池 那你會發現這件事每次要做很久 對不對 但是我們先做什麼 先就想讓大家緩衝 就把它一次衝下去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是Flash 然後這邊提到一個東西什麼 叫做Encore Data 什麼Encore Data呢 就是說會去參照到這個給定的FD 的一個什麼 的 像是Buffer Cache 你看這個東西啊 就是 修改過的 Buffer Cache Patch 所以注意到呢 我今天更新檔案的時候 不是更新全部的 其實只是更新特定的區域 所以我去試好一件事 你看這個 以剛剛那個化分池的例子來講 不好意思 想不出比较优雅的例子 所以你想就是说 这个划分池 它基本上是被很多人共用 就是很多住户 假设这个大楼有十楼 那一楼是警惠师 我们先不管 那二楼三楼四楼五楼 一直到十楼都有很多住户 那这个住户来讲 当然不是时刻都会去用 但是人多就是会有这个存取的需求 那所以每个住户 它都会有一个特别的管线 那管线最后会接到这个划分池 那这个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不需要一天到晚把它 这个管线都开通 注意到这管线我不能永远 一天到晚都开通 你要一定的压力之后才会开通 如果永远都开通的话 其实很恐怖的 你还想到划分池的味道 会一直这样冲上来 这是不行的 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研究一下 那个冲水马桶 冲水马桶是一个神奇的设计 我最近才 在搞懂类似的 你说为什么搞懂 这个就是 陪老婆生产的过程中 其实还蛮无聊的 所以我老婆很辛苦嘛 但是我在旁边什么事也不能做啊 对啊 就是可以帮他打杂 但是只能旁边说加油 那他生完之后也是蛮辛苦的 很虚弱啊什么的 那所以我在干嘛 我就开始去医院里面看书 然后就看到一些童书 介绍一些什么 所以我就发现有一本童书介绍抽水马桶 然后大震撼 原来我们学习作业系统一定要把这些生活东西把它搞懂 因为其实作业系统的设计其实是可以跟我们生活进行观点 然后总之就是说刚刚讲的那个例子 考虑到卫生考虑到效率 往往我们这个画分池那个池跟上面的马桶 他不会直接 他有管线 但是管线不会永远都是开通畅 他会在特定条件下 你给他一定压力之后 他才会往下通 所以这个AppSync也是在做类似的事情 就是我真正要写东西 就是写到刚刚讲的一个大的空间 但是我只有特定的buffer catch patch 才会这么早 真正去把它通下去 真正才会去 去做这个同步 所以它的范围其实是很有限的 所以这个会 各位应该有个印象 就是说你在那个Linux的命令列里面 就是那些Share里面 你打那个Sync 你会发现很有趣 有时候很久 有时候很快 多半的时候是很快 但是有时候就很久 为什么 就取决于说你的buffer catch patch的数量 以及说我要去走访这些page 耗费成本 所以注意到走访这些page 耗费成本是很惊人的 我们前面有讲到那个Reddit Tree 但是除了Reddit Tree 其实还有很多议题要去处理 这里 它会有一个东西叫什么 就是我有Flush跟WriteThru 那这个WriteThru来讲话 其实就涉及到你的disk cache 所以你应该会有一种经验 就是说我打那个Sync的时候 有时候很慢 慢的时候往往就是什么呢 慢的时候往往就是它涉及到 像是资源竞争问题 还有涉及到我如何去掌握 这些范围内 然后你看在这边来讲话 一旦这个Fsync这一线完成的时候 包含说它的MetaData 也就是那些inode 也会跟着什么 也会跟着更新 所以你如果发现说Sync 你打Sync 在Command 9里面打Sync 要等很久的时候 往往这些资料 就是这件事 哪些东西 Buffer Cache 然后这些Modified Page 以及这些inode 追踪过程中 其实都要 都会有 但注意到这边有写 其实不是每个东西都要去追踪 其实它不用确保说 在这个目标里面 就是像这个 其实这边就跟你讲说 简单说Fsync 如果它对应到 对应到一个File Descriptor 或者对应到这个档案 对应到给定的目录 其实它是怎样 它追踪的范围是很有限的 另外一个东西叫做Fsync 这个Fsync是一个简化的版本 注意到 所以你看到 我们刚刚讲Fsync的时候 会讲到什么 有讲到Metadata 还记得 I know的 那如果说你不想要 急着去更新Metadata 那你可以考虑改用一个叫 Fdatasync 所以注意到 它不会去Flush Flush 就是不会去 同步Metadata 当然如果这个Metadata 有严重变更 比方说这个已经失效了 或者诸如此类这些问题 或者要去变更 就是 那个什么 那个 那个 资讯已经不match 这个东西要变更 所以如果说你用Fsync Fdatasync的时候 像这个 变更存取时间这件事 它是这样 它是不会 不会去更新的 所以注意到这件事 好 所以再帮大家复习一下 所以你看你从Fsync 跟Fdatasync 其实看得出来什么 就是这些Page 好 这些什么呢 这些 有趣的 Buffer Cache Page 跟什么 跟这个最终的装置的对应 好 那有这个概念之后呢 好 那你就会思考 其实这件事呢 跟什么东西有关 当然就跟这个 Dirty Page的追踪非常有关 如果你这个东西很没效率 你导致每次要做什么 做Fsync 或是Fdatasync 都要耗费很大的成本 好 所以你看到 我们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讲到具体做法 我们都还在讲什么 问题本身 好 那这个就刚刚讲 这是Sync 所以这个有这个Sync Fsync Fdatasync 这个刚刚有解释过了 那Sync是最大的 最 所以注意到 像Sync的话 它的那个 系统呼叫的 系统呼叫的方式是不同的 好 所以注意到这个Sync Sync是不给你的 不给你Fd的 所以它没有输入 所以它就是 把全部交给什么 全部交给 作业系统去处理 所以它是所有的Dirty Buckel 都要去写到Disk 那Fsync 或是Fdatasync 它是怎样 很明确的 就一个 我们称为叫FindGrain 就是一个细致的 细致的方式 去把一个什么 给定的Fd 所对应的 Dirty Data 去做同步 好 好 那 所以接着我们可以来 思考一些细节 就是说 第一个呢 我们该怎么去做一个 有效的Sync 因为 它的目的是什么 是要把所有的Dirty Buckel 都写进去 所以注意到 这东西 很麻烦的 所以你肯定要有办法 你要去走访所有的Page 那 要知道哪里有编根 哪里没有编根 才注意到 这个东西太 这个成本太高了 太傻 太天真了 naive 这个是法语 好 那所以 往往这个是无效的 所以我们要去思考一件事 就是作业系统 能够发展到 现在一定要 去思考一个 额外机制 去加速这件事 好 所以 所以这个东西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所以事实上呢 我们就要 回去复习一下什么 复习一下这个 档案系统的设计 所以我们在Linux核心设计里面讲这个File System概念跟实作手法的时候呢 快速复习一下 其实我们有一些东西叫什么呢 像Super Block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Super Block 这个梗林有趣啊 其实在第一版的Unis 你要知道第一版Unis在什么时候 1969年 1969年就发展了 然后1970年 就是标定的第一版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Unis第一版 距今整整50年的作业系统 其实它就有什么 它就有Super Block 那这个概念一直沿用到现在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东西呢也会用在哪里呢 用在Virtual Fire System上面 所以这个Virtual Fire System上面有什么 Super Block 有Inode 注意到这个东西叫什么 D-Entry 就是Directory Entry 然后再次File 所以你看 就是Inode也好 File也好 它在档案系统代表某个档案 只是说Inode的特别标 包含一些资讯 直接面大地点 包含说一个档案什么时候被读 读取 什么时候被写录 它的这个对应的权限是怎样 好 然后呢 再来什么 接着自己介绍的这个 Super Block Super Block 这个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介绍 这就讲听了 好 然后所以呢 就是说 这个Super Block Super Block顾名思义就是什么 顾名思义就是 我们在硬体上 硬体上我们为了要操作上的效率 我们不会一个byte接着一个byte存取 很多硬体它是不能一个byte接着一个byte存取 不只是效率考量 有些硬体就做不到 比方说Fresh Type 我们中文叫什么 叫快散记忆体 那快散记忆体的形式很多 像什么NameFresh NoFresh 都是属于这种快散记忆体 那快散记忆体呢 它读也好 写也好 就是一次就是一整块 所以它会有一个单元 那我们把这个Super Block 就是一个更大一个单元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每一个档案系统呢 它其实都会有这个 它会有一个对应的这个Super Block 那那Super Block的存取呢 它本质上它就是一个 就像排队一样好了 就是一块一块接着 就是我们底层是Block 但是呢 我们不会直接去碰到这些Block 我们会先放到一个什么 会放到一个Super Block 那这个Super Block 怎么对应到各式各样的Block 这是当然是各式各样的这个 Divide Driver 或者Fire System 要去考量的 好 那所以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我们不需要追踪所有的Page 相反的 我们去追踪的什么 去追踪这些对应的 如果我们把这些 Dirty的Inode Dirty的Cache Dirty的Cache 能够在Super Block 做一个对应 你就想 这个东西就像什么 就像分层的结构 所以我不需要 把所有知道都扫描一次 我相当于是 再建另外一种 相当于透过另外一种 去追踪 变更 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概念 好 顺便看一下这个东西设计 这个写SB不再讲你 对吧 它不再讲傻逼 所以不要生气的 这是Super Block 好 那所以你看 这个Super Block 一旦它能够去 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 做一种 那个Dirty的追踪的话 这件事就很好玩了 你看 所以你看 我每一个档案系统 会有一个什么 一个Super Block 那这个Super Block 它底下会有一个东西 我们叫Dirty List 所以一旦 我透过这个 透过这个Inode 去找到对应的 最重要写的 写这个资料 不管它怎么写 反正这个东西 都可以在什么 Inode上看得到 所以比方说 这边打XX就表示什么 表示已经变更了 那反过来说 没有打XX的 没有打这红色XX 它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说 它 它是 它是clean的 那我们就不用管它 所以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我们在Super Block 上面维护一个Dirty List 然后就 一层一层 所以你就会想说 所以Sync怎么做 Sync就是把这个东西 它一样也是什么 一样也是 去走访 但是我不是真的是 把每一个Page都走过 而是怎样 透过一个中介 就是透过一个 一个In Direction 就是一个中间层 就透过这样的一个 类似前面Meta Data的一个手段 所以如果说你去看它的那个 实作方式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是追踪 Super Block 里面的什么 Dirty List 所以关键就在说 我如何去维护这个Dirty List 好 然后呢 这时候呢 注意到 这个方法 就是这个东西走访 还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走访过程中 其实是怎样 其实资料是不能变更的 对不对 好 你看到 我走访也要 要一定时间 所以我看到 我在走访过程中呢 我如果想要 额外再变更别的话 有没有办法 其实不行 所以那样的需求 会被怎样 会被弃制 会被割制 好 所以接着我们就要去思考一件事 要去思考一件事 就是我在Flash的时候呢 你看到 这讲一次 我们刚才的难度是什么 虽然 我们不需要把所有配局都走访 我们只要去追踪 Super Block所指向的Dirty List 但是因为在走访过程中 它是不能被打断的 对吧 然后所以如果说 走访过程中 有其他配局被变更了 那它就不会在这一次生效 这个不是我们期待的 所以会有一个东西 我们称为叫Asynchronous Flush 就是说当我们在走访 当我们在做这个Flash的时候 其实是这样 其实是我不会因为这件事去blocking住 我不会因为这件事去限制后续的操作 所以就会有个很有趣的东西叫PD Flash 就是第一次看到那个 你用PS去看的时候 就是应该很多朋友就看到这个PDF Flash 因为以为是什么 以为是PDF 跟那个Adobe的PDF 没有鸟毛关系的嘛 这个PD Flash 关键是什么 是后面的Flash 所以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Kernel Thread 那这个Kernel Thread呢 很好玩的 它去追踪 你看到 它去 好注意到它是Kernel Thread 所以它是在什么 Kernel的Adobe的Space运作 然后呢 然后这个东西呢 它其实会有好多个Thread 好注意到 这个就是看你的需求 就是数量不同 那你可以在你自己的电脑上 好看 那简单说呢 它在做什么事情呢 它就是去设计一个演算法 去追踪 追踪什么 追踪 整个系统的这个Dirty Page 所以也就是说呢 你可以思考一件事 就是说 在我们走访的时候呢 其实会有个什么 其实会有个 一些一系列Kernel Thread 会想办法去更新 更新你的List 在你还没有走访完 那所以 你可以避免说 在走访的过程中 在做Flash过程中 没办法来处理新的这个 Request进来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想法 但是关键这件事不够 其实呢 就是它会有一个东西 叫 就是会有一个 给定的一个Target Ratio 那这个Target Ratio的话 其实这个 这很久 这细节蛮复杂的 这个我们在那个 之后讲那个 Io Schedule的时候 再探讨 这个我们先先 起码跳过 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 就是说呢 这个 这些东西的成本 其实都不低的 以至于Kernel的开发者 都要花很大心力去调整 然后呢 你看到这个东西 这个 PD Flash 是什么 Kernel Thread 那你可以看到 它会有设定 比方说它要 指定多少时间内 要去追踪啊 这样的设计 然后注意到 这个东西呢 其实 对效能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你会在网上 看到一些教学 就是就来讲说 要这些 Flash 这些Dirty的追踪 该怎么做 好 然后 我们跳过一些 细节 好 那接着我们来 看另外一个议题 就是说这个议题就是 我们大概知道说 怎么 就是怎么去找这个Dirty Page 之后呢 其实还有一个 很难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我们实际上 实际上 要能够去追踪 好 那么休息一下 好 那我们 继续来探讨 那如果呢 我们 已经知道了 Dirty Page的追踪 但是呢 光有这件事是 运运不够的 最终呢 我们还是要 知道怎么去 抄 就是 最终我们还是要知道说 支架怎么写 好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一个 注意到这个标题叫什么 这边标题就是讲这个 Page Cache 好 那这个Page Cache呢 其实这个东西 很关键的地方是 因为我们最终呢 我要把这个 我们的Cache 对应到什么 对应到 所写入的资料 那 这个资料 所写入的资料是 要写入到哪里呢 写入到 储存 Disk Block 好 那注意到这个只是一个 这只是一个一个数值啦 所以你看到说 像如果假设你的这个Block呢 是500亿色Byte 好 然后你的Page是4K 好 那你可以做一个那个运算 好 那所以来讲的话呢 你看到 这Page是4K 然后呢 我这个500 500 我们每个Block的单位是512 好 所以你去做这个运算 好 4096乘以512多少呢 好 就得到这个8 好 那最后这个8呢 是什么 注意到 这个8呢 乍看好像很简单嘛 就是这样 我这个512 512 512 然后8个 然后凑成一个Page的大小 好 可是麻烦再说呢 我们的改变呢 很多时候呢 不会是 连续的改变 好 你往往就是跳着嘛 就是你可能改变一部分 改变在前面 改变在后面 好 那但是呢 我如果永远都要照着这样的一个顺序去写呢 其实它是一个很大的代价 好 那 尴尬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都已经是硬体的设定了 好 这也是为什么第一版的Unit 就有一些SuperBlock 好 就会有这些机制 往往就是说 这个 我们在整个作业系统的那个 比方说主机体的行为 跟那些实体的装置 就会去落差 好 所以这是为什么 在这个过程中 思考呢 很困难的地方 好 所以呢 这时候呢 又需要一个额外的资料结构 好 所以你看 我们前面来讲的点就是说 很多时候都是一开始 都是很直观的 很单纯的 但是我需要额外设计一些 陆续加入一些新的机制 那这边 加入的是一个机制呢 正对刚才的情境加入的机制叫做Buffhead 那主要这个Buffhead呢 其实在Linux Kernel改版的 过程中 其实它也会多多少少 比较差 好 那所以这个Buffhead的想法是什么 就是说 我们 要想办法让这个什么 让这个 这个资料的读写 尤其就是资料的更新 资料更新呢 要避免说 我一个 一个一个 都全部都 就是一个512 下一个512 再下一个512 到最后一个512 全面都需要更新 我们要想办法让这种的状态减少 所以这个东西有一时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会需要一个额外的资讯去引导 就是引导说 引导说这个 它实际用法 那这时的 这边又会有一个什么 会有一个对应的一个 Reddit Tree 所以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就是地址 跟这些Page的资讯 然后一旦呢 我这个 所以你看我先去找 找Page 从Reddit Tree里面找 那找完之后呢 去标注 标注什么 标注这个 这个Dirty 但是呢 我标的时候呢 是标在哪里呢 标在这个Buffhead 然后呢 所以你看到 这个很好玩 所以你看到这个Buff,Buff,Buff 对不对 然后但是我写的时候呢 我标注的时候 是标注在什么 这个Buffhead 所以你看又加一层 所以你看呢 这个我们今天讲到 这个档案系统的时候 我讲到MetaData 描述资料的资料 那这个Buff也会有 那当然我们就不叫做 MetaBuff 那个词很怪 总之就是科普来讲 就用这种词 所以你看到 我们用透过这个手段 手法 就在另外一层 什么中介层 去让你追踪 那注意到呢 这个东西 随着Linux Kernel的改版 会有一些不同 所以我不打算讲太细 因为我之后想讲 另外一个议题 叫 刚才提过 Io Schedule 那我想 Io Schedule 之后再把这东西 讲清楚 那所以注意到就是说 所以大概不难发现 为什么这个Linux Kernel 尤其在档案系统 改版改很多 因为这个东西的影响 其实是很深远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从这个棍中学习到了这个Dirty Page 然后它都怎么去标示 以及为了要让查找走访这些Dirty Page Cash 这些成本下降 所以就会额外的那个层次所引入 好 然后接着我们要讲下一个议题 就是这个叫做 Page Frame Reclaiming 然后这个Page Frame Reclaiming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议题 这个议题呢 就 你可以把刚才那个动作反过来去思考 我们刚才花很多时间呢 去讲说这个BNA 跟什么 跟这个实体装置 对不对 然后实体装置 有这个inode 那我们有这个Map 对不对 我们刚才花很多时间在讲这个 但是呢 往往呢 很多时候这个资源的使用呢 就是我还是在讲机体管理 但是很多时候呢 直接讲这个动机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很奇怪的case 这个case叫做swapping 这个swapping呢 跟刚才那个行为 其实是很不同的 好 你再讲一次 我们刚才花很多心事在讲东西叫做page cache 对吧 所以BNA跟这个storage 然后中间通过这个inode 这个讲过很多次了 但是呢 会有一个很特别奇怪的case 称为叫什么 叫swap 那这个 注意到这个swap来讲的话呢 在microsoft windows发明一个超级天才的翻译名词叫做虚拟记忆体 所以注意到我们在linux上讲虚拟记忆体呢 讲的是什么 是讲这个MNU 就是MNU的两端 一个是virtual memory virtual memory的area 这边就是讲virtual memory 那另外一端是physical memory 但是在microsoft windows呢 发明一个把重新定义的virtual memory 在microsoft的windows的virtual memory是讲什么 是讲这个swap 但是要注意到一件事 第一版的units 注意到第一版的units就有什么 就有swap 这个东西很帅 一定要给各位做欣赏的 这边是我之前整理的units第一版的sauce code 你可以去搜寻swap 就这样按下去 按下去之后呢 你会发现说 哇天哪 好多地方都有swap 对没错 就是到处都有swap 然后这个东西呢 swap呢 其实你要知道一件事 在第一版的units里面就有swap 那你去思考一下 第一版units的swap的用处是什么 用处就是说呢 当我这个什么 当我这个 它其实它最早用意很简单 就是去置换 置换什么 你去思考一件事 就是说 因为早期的电脑 主机体是很小的 所以往往呢 我虽然是多人多工的作业系统 但是呢 我的主机体可能只够一个process 能够去执行 所以一旦这个process呢 搬来 就是它被标示成可执行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做一些必要准备 就是要把什么 它原本的空间呢 从这个disk 搬到主机体 然后做好必要准备之后呢 我们跳进去执行 那反过来说呢 现在的城市即将要怎样 即将要变成别的城市所取代 就是说 我原本是A 那我要排成要变B 那所以A呢 要干嘛 就可以把A的功力 把它swap到什么 swap到disk 所以你可以 这样的话 就可以善用 那个很有限的空间 去做到这个多工的效果 好 那可是呢 swap这件事呢 它没有那么单纯 它有一个很 有趣的议题 我们称为叫overcommit 好 所以注意到 这个东西叫overcommit 好 那讲overcommit之前呢 我们来 呃 来讲一个 讲一个资讯 好 你可以 看一下 好 就是有个东西叫 呃 就是 overcommit memory 好 那这个东西在procker底下的system vn 好 注意到这个vn不是virtual 不是virtual machine 是virtual memory 好 就是 很讨厌 这两个字 缩写都一样 但是注意到 我们讲linus来讲话呢 呃 多数的时候会讲 多数 多数的时候 我们讲vn 看到是virtual memory 好 那当然有时候 你会看到另外一个vn 好 像kvn kvn叫做 kernobased virtual machine 那就是virtual machine 好 不过这边讲的是 显然是virtual memory 对不对 因为底下 是不是 好 然后注意到 这个overcommit memory 这个东西的设定式是这样 你可以透过这个 呃 你可以 只要你变成super user 就是root权定之后呢 你可以 呃 直接下echo echo一个数值 好 然后把它导向到哪里 导向到overcommit memory 好 那它有三种 三种 可用数值 第一个是设定成定 好 这也是所谓的预设值 好 好 那这个预设值呢 就是 注意到 这里 好 有时呢 这个设定呢 会过度使用 系统上的可用的主机体 呃 可用的机体 好 所以注意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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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汇我可能还在修一下 总的就是说 这个预设呢 注意到 零是预设值 然后而且这个预设值会导致 系统有时候会配置 超过 可用的机体 好 你听起来这件事觉得很毛 对不对 但是你想想看 说真的 你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嘛 对不对 这个 尤其你回想到你学生时代嘛 对不对 学生时代呢 假设你目标是要考上台大医科 当科文者的学弟学妹 对不对 好 假设了 假设你目标是要考上台大医科 那请问国文重不重要 重要 英文重不重要 重要 数学重不重要 重要 物理重不重要 好 反正每一课都重要 对不对 因为你每课都要考很好 才会把考上台大医科 可是麻烦了 每个人的能力 学习状况 其实都不太一样 对不对 所以有些人来讲 他自认 他背的科目 需要背诵的东西比较弱一点 所以他可能要花多一点时间去背诵 背诵那个古文 要去背那左传 背这些什么供养传 背这些古文观词 或者背过去的考题 那反过来说 有些人呢 他的那个比较弱的地方 反而是那些 需要推理的 他需要 多方的观察一些提醒 才能够学习 对吧 然后可是你看 这个东西跟overcoming有没有关系 可有关的 对不对 因为 每一课都很重要 但是准备每一课 耗费的时间是不同的 有些人他可能 比方数学 他可以准备得很快 那可是他准备国文 准备英文 他要耗费比较多的时间 他需要背诵 需要看很多考题 那可是你都答应了什么 都答应了师长 对不对 说我要好好的准备这些科目 所以往往你在 每一课都重要的前提下 你就会遇到什么 就会过度承诺 对吧 那可是呢 往往的过度承诺 我们是允许的 如果呢 过度承诺 他总是被拒绝的话 会有个什么问题 那你会发现说 不止考试不能考了 连工作可能都做不了了 对不对 就是说你那个 你作为工程师 遇到那些专案经理 产品经理 或者遇到老板 特别是老板他会说 对不对 老板说 哎呦 拜托我也是工程背景 哇天哪 你知道看到这种老板就很害怕 对不对 他会下很多指导题 那你想 你昨天被赋予的工作 重要 今天被赋予的工作 重要 重要 今天晚上 你已经下班了 突然接到LINE 上面 某某长官指示的东西 重要 重要 所以每件事都重要 那你可不可以说 哦不行了 我已经超载了 我已经超过我能力了 你可不可以这样讲 当然可以这样讲 可是明天可能会被赶走 对不对 毕竟你没有工会吧 对 其实台湾没几个单位有工会吧 对 至少软体工程师 软体工程师大概不会有工会吧 因为 你懂了吧 就是 管理工程师很容易被取代啊 而且好像 没有多少人在意自己被取代的事情 也没有多少人在意管理工程师的权益 好 那回来 所以 你要想 你会有个策略就是 我全部都答应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诶 记忆体配置的时候 为什么可以全部答应 这道理简单 我们之前在讲那个 记忆体配置系的时候 有讲过吧 我 宣称我配置这么大的记忆体 但是我会不会立刻被用到 其实往往不会立刻被用到 所以你看 这件事很有趣 所以预设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是允许overcommit 也就是说 配置空间很大 没关系 反正我这样 通常我多数到时候都允许你 但是呢 接着你要去用的时候呢 就可能这样 就可能会有这个失败 这个失败往往就会 有额外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 怎么去弥补呢 好吧 就通过什么 通过swap 所以 为了要让overcommit 可以运作 swap 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什么 很重要的一个机制 好 但是呢 针对这个 overcommit来讲的话呢 其实它有不同的设定值 比方说呢 如果把它设定成1的话 设定成1的话呢 就是说呢 这个 呃 我们的overcommit 不会不会总是发生 那一旦overcommit不会总是发生 就意味着一个议题 就是swap swap的这个使用量 就会降低 那这件事呢 对效能就会有帮助 所以注意到 这个overcommit呢 往往也是什么 也是这个 改善效能的一个方式 可是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诶 有没有可能呢 我兼顾这两者 所以有个东西设定叫什么 就是设定车2 所以它会有个东西叫 overcommit ratio 你们看到 overcommit ratio 然后这边呢 我们就会栽入那个 rehead rehead呢 其实有提供 一系列中文的文件 虽然 它的中文怪怪的 但是还不错啦 自己有繁体中文 有时候都 因为繁体中文是 弱势语言 所以你看到 繁体中文还被列出来 是要很感动的 好 那这边有一些描述 就是说 呃 你看到 0跟1是一个 两个极端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允许overcommit 一个是关闭overcommit 好 那2呢 是什么 2是一个兼具 兼具之两者 所以它有个额外东西 就是overcommit ratio 就是我去 就是什么 就是它的那个比例 就是占它的比重 那注意到这件事呢 这个东西呢 在 即便是在手机里面 swap也会打开 所以注意到 就是说 如果你之前有接触过 一些迁入式系统 那你会看到一些 比较旧的材料 跟你讲说 在迁入式系统 不建议打开swap 好 注意到 这件事已经改变了 至少在Android手机来讲 swap是有打开的 好 所以注意到 既然Android手机里面的swap 是有打开的 就是 这三年内 你买的手机 应该都有打开swap 那既然这个swap 是有打开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会有设定不同的ratio 好 那这个请你自己去对照 接着我们来讲另外一个议题 这个议题也很有趣 就是第一个东西 我们在这个之前 在第一个部分 有跟大家讲过了 所以 你有一点干净就行了 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这边我们这样也有趣 就很值得去思考 他想要去破除一些迷思 尤其是在第一 就是主机体 不够用的这个情况下 我们所谓叫low memory 的状态下 会有些迷思 就是说 比方说这个迷思就是 Made Lock总是会成功 注意到 这件事呢 不全是对的 因为一旦你的Overcard Me 关掉的时候 Made Lock 就这样 就会很可能 很可能会失败 或者说呢 即便是Overcard Me 打开的前提下 Made Lock 有可能还是会失败 如果你的整个系统 负载是非常重的话 就是已经 已经遇到一个什么 已经遇到一个 All End 就所谓的 Out of All Memory 这整个系统 一直在做Threshing 就是在 这个时候呢 我导致什么 All Committees 有没有办法发挥作用 所以有可能它会失败 所以底下就跟你讲 这个 讲的是什么 它的一些 一些行为上的 一个探讨 那有兴趣 请你自己去参照 好 那我们接着回到 刚才那一份材料 所以注意到呢 我们今天就在讲什么 All Committees Swap 所以你看到这个 我们就讲到这个 Virtual Memory 另外一个有趣的章节 那这个东西呢 对效能的冲击是很大的 所以刚刚提到的 从手机一路到伺服器 其实往往都要遇到 当然你的桌面系统 根本不用讲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很大的取舍 因为如果说你完全不开Swap的话呢 你很可能呢 有些应用 尤其像Browser 对吧 你看我这个分页开了一大堆 我除了那么多分页以外 其实我还开了好多Browser 对吧 所以你看到 像我这样重度的 这个Browser的需求者 就是我根本就把分页当作 当作书签来用 像我这样使用者来讲的话 其实往往对这个系统的冲击是很大的 我想 这个各位可能也有这种经验吧 对吧 或者你也许就跟我类似这样的人 就是我就开一堆分页 开到这个Browser不能处理为止 反正我连 Bullmark的利息都没有了 这件事就好玩 因为呢 我们就是要一个取舍 什么取舍 Overcoming 跟什么 因为Overcoming就会涉及到这个Swap 那另外一个是完全抑制Overcoming 所以我们现行的空间 现在有用的空间 会引导很多因素 像什么机体碎片化啦 或是像一些竞争 或是这样的 这样的这个 对这些资源竞争 而导致什么 你没办法配置那么多机体 那所以这个 这个是一个平衡 所以接着我们来讲这个 讲这个Swap 讲这个Swap 这个机制 好 那所以呢 如果呢 我们把一个page 注意到我们这个整个机体存取 那个机体的操作单元是一个page 好 我把一个 我把我们做一个动作 就是Swap Out Swap Out一个page 好 那具体的行为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好 所以注意到 具体的行为呢 是这样 就是 所以事实上呢 会有一个东西叫PTP PTP 这个bit 会把它clear 好 然后呢 这时候呢 clear之后呢 它会触发一个page port 好 那么注意到 就是说 我们之前在这个PTE 好 回想一下PTE 好 PTE 找图片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在这个PTE 所以这个PTE是什么的那个缩写呢 它是page table entry的缩写 所以顾名思义就是这种 在我的实体 记忆体里面呢 会有什么 会有这个page table 好 那page table里面呢 就会有PTE 因为PTE是领域的entry 好 那MNU在做什么事情呢 看到MNU很伟大 你看 我这边 virtual的page在这里 那我virtual的page呢 就会通过MNU 做的 做这些对应 好 那 它可能是 一对一 又可能是 多对一 好 总之我有这样的一个 对应关系 好 那我通过TLB 所以这就是TLB 去做什么 去做这个加速 TLB本身是一种 cache 好 那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当我们要swap out的时候 来思考一下 当我们要swap out的时候呢 假设我这个东西要swap 所以我先做什么事情呢 我去在它的PT P 的bit 把它clear掉 好 一旦clear掉之后呢 好 我们去存取这个PT 你看这个东西 这边有个PT 对不对 所以一旦呢 我把这个东西 把它标注成 把这个东西 把它标注成 设定它这个bit 设定为clear 好 所以你在存取的时候呢 就这样 因为它 这个东西不再有效嘛 所以你就会触发一个什么 触发一个page fault 然后呢 因为linux kernel 或者其他的作用本身 已经注册了一个什么 page fault handle 那page fault handle 它本身上就要做一个操作 这个操作是什么 就是要 你大概猜得出来干嘛 就是要 去搬动 从disk 或者从其他储存空间 搬动机体 从disk 搬动到 给定的page 好 可是呢 这件事没那么单纯 因为 我们不是说搬动就搬动 那事实上在swap之前呢 还有一个技术叫做overlay overlay 跟swap 就是这两个东西呢 其实在这个 哎 出来 少打个p 那其实呢 有两种不同的这个策略 我们可以快速看一下 如果你从了到尾呢 哎 抱歉 应该要找个 图片之类的吧 我们要比较的两个对象 一个叫overlay 一个叫swap 注意到swap的复杂度是高很多的 overlay是一个很 一个很旧的技巧 但overlay想法是这样 就是说你看 假设你把机体规划成这样 你有没有看到640k 对不对 想要看到640k就想到什么 想到必有该支 对好 虽然必有该支都拒绝成本上说 只要640k就够了 不过 反正总是在那年代 在那年代是这样 就是说 如果你想要在dose 或是在记忆体很受限的环境下 执行好多个城市 讲说好大的城市的话 那其实空间是不够的 对不对 就是你想想看 假设你的城市有1M的空间 可是呢 你的主机体呢 只有640k 而且更惨的地方是 开机的时候呢 有些空间就这样 是 就城市在执行的时候 就已经东西被保留了 开机的时候 这个作业性本身要 要占据一些嘛 像一些intravector table 要占据 或是tsr 那些所谓的常驻城市 要占据 它会占据空间的 然后再来是你城市值钱的时候 这些stack啦 keep啦 空间都被占据了 所以你看哦 我的城市 还有1M 可是呢 主机体被扣掉一堆 东扣CQ之后 可能只剩下500k 所以我要怎么把 在500k的空间 载入1M 的城市 所以做法是这样 我把城市切割成 A B C三个部分 注意到 这是同个城市 但是我把它切割成三个部分 好 所以呢 一旦那个城市 比较常用的城市 假设这样 A的话呢 刚好可以塞入这一块 所以就OK 然后呢 C这一块是比较不常用 所以它往往呢 多数的时候是不需要 不需要载入 所以往往的时候 就是A跟B之间在切换 就是说我常用的时候 次常用是B 所以一段城市执行到 比较不常用的时候 我就把A 那种写到什么Disk 就是 讲出来就是把这个 Disk资料把它 把它载入到主机体 好 这样子B 那通理B的地方做完之后 要回到A的时候怎么办 就把这个A的内容 从Disk读到机体 那当然过程中呢 不是这个城市 不是永远都只有 Read only 它可能会有那个 某个部分要Write 所以要保留一些空间 做什么 做这个 做那个 资料的 读写 所以就是这样这样的策略 那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OLED呢 这个东西显然是吧 显然它是不符实意的 因为我们有Virtual Memory之后呢 就不需要这种机制 好 所以我要注意到一件事呢 我们讲那个Swap跟Overlay 是完完全全不同的概念 好 那尽管乍看之下都可以执行 让你执行够大的程式 好 所以要一个有效的Swap 其实你需要一个什么 你需要一个Virtual Memory的协助 那这个Virtual Memory的协助以外呢 其实你需要知道一个机制是什么呢 你需要一个机制就是说 我如何从Disk读出资料 好 而且你看 这其实精髓的这句话 叫Re-read The Page from Disk 就是我这个 我这个Swap 在那个Linux上会有个Swap的分割区 那这个Swap的分割区里面 就要包含一些什么 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其实本来 它就是一个什么 它本来就是一个主机体某一个地方 就是 就比方说这个 就是实体机体某一个地方的那个范围 我把它写到什么 写到Disk里面去 我把它写到Disk里面去之后 我就算把它 从Disk写到主机体 这是不够的 因为我要能够重新去读取 而且要重新去Map 否则你只是把什么 把这个 把这个PageTable Entry 标示成无效 然后呢 再把这个Disk内容读出来 写到什么 写到这个 原本的PTA位置 这是不够的啊 因为它的对应没有 也就是说 这边跟动跟左边的这个 Virtual Moment的更动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势必要去回顾这样的关系 所以你大概知道这个议题吧 在讲这个议题之前 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经历的目标 所以你看 我们这个 我们这次的目标其实真的 真的很困扰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们前面呢 知道这个记忆体的管理机制 我们比对Oakami有更深的认知之后 那边Oakami跟Swap 竟然有个非常紧密的管理 好 接下来的东西就很麻烦 因为其实 有很多细节 所以注意到 我们没有要跟各位讲太多细节 因为 我希望我们是渐进式的 一次一次的去思考 所以大家去想 我们接下来要管的议题 就是我要让这个Swap能够运作 它会重新的一个对应 就是原本我在这个MU 我们做这个对应 我们前面讲的问题是 我讲Page Cache的时候 讲的是 像是VNA 然后跟这个Inode 如何建立的对应 然后中间那些过程 还有反向的 就是一个档案 到底被哪些process打开 也就是说 一个档案到底对应到哪些VNA 可是呢 现在比较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今天是因为我们这些对应 我们其实有什么 透过这个 前面有讲到这个 就是我们透过这个Page Fault 以及Kernel所注册的Page Fault Handler 所以我们会强制的去把它的 对应 就是这个Virtual跟Physical的对应 会重新变更 那变更之后呢 我还是要确保程式能够 直接执行 继续执行 而且人家知道一件事 Page有可能这样 有可能共享 所以遇到共享的那个Page的话 其实很麻烦 因为它会在若干的processing之间 去干嘛 会有这个 会有这个共享 所以导致说那个程式本身呢 你要考虑到要怎么去把这个东西 可以继续执行 所以 其实这件事呢 就是 说真的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题 然后 接下来我们快速标一下这个重点 因为 为了要讲解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又需要再跳脱出去 讲更多的 我们先懂 就是这个Page有可能会共享 所以就涉及到一个东西叫 Share Memory 那Share Memory 我们以前讲Share Memory的时候很简单 只讲到像是Copy Unwraith 讲这个Copy Unwraith的Fork 然后呢 但是问题来 在Swap进来之后呢 其实这件事会变得复杂 而且 Page Caching的这件事呢 搭配这件事也会变得很奇怪 尤其在多核处理器的情况下 这件事会变得复杂 先有点概念 然后呢 再次我们刚刚讲 讲那些 像是Process的Stack 讲这些机体管理 往往我们用到匿名 就不跟档案的操作直接相关 不跟一个实体的档案 操作直接相关的部分 我们是用这个 匿名这个机体的对应 然后这件事呢 其实会涉及到一个议题 就是On Demand 所以你看 我们今天讲这个 从前面讲到说这个 讲到这个Swap 那讲这个Swap呢 我们讲到这个 讲到这个Overcommit 就是Overcommit Swap 然后 那其实比较麻烦的地方是 因为有Demand Page 所以你知道 Demand Page会让这些议题 好像Copy and Write 还是Mapping的关系会 会断裂 会需要建立 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 这句话很有趣 好 那所以在我们之后呢 我们来探讨一下 就是这些的东西 怎么去追踪 从建立关系 这个是在各位 如果说你有看过那个恐龙书 在看这个部分 你会觉得头很晕 对不对 因为恐龙书完全不跟你讲这些事情 对不对 通常考试 研究的考试考 你说何谓Page 4 很多同学都可以 劈里啪写一大堆 Page 4的那个 恐龙书上的那个字 这个超厉害的 很多同学都可以做到这件事 我不知道怎么办到的 好 但是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其实这件事呢 很难 难在哪里呢 它需要做一个东西叫 Reverse Mapping 所以 就是说 我今天要挑一个 Physical Page 那这个Physical Page呢 我变更之后 因为 有可能我有很多个 Virtual的Page Virtual的Address 对应到什么 对应到同一个Physical 所以一旦我要把这关系 重新建立的时候呢 你看 你看这个东西 一旦我要把这个关系 反过来 要去建立的时候呢 这是很困难 你看我变更这边 那我要怎么知道 左边到底对应到谁 那当然你不能撒到 每个Page都去问 你跟我有没有关系 你跟我有没有关系 对不对 这个字太蠢了 而且你想 为什么需要Swap 因为我 我现在想之前 程式很多 但是我实体体体不够用 欲望无穷 但是实体的东西不够 所以我们有Swap 但是如果你为了 让Swap的人 能够实作 能够运作 结果你用很 没有效率的方法 做 这往往会导致 很严重的问题 对 已经程式 已经打火了 对不对 你还增加额外的负担 所以这件事 必须做得非常之有效率 所以注意到 这个 这个 这个是 我晚点要讲的 它有个reverse mapping 那这个几乎呢 可以说呢 这几乎可以说是 Linus Kernel 持续改版 一直在做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体 所以我们在讲 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之后我们会讲 另外一份同一片 另外一份材料 讲这个东西 讲这个Linus Kernel的改变 你可以先预习 这个东西预习哪里呢 预习底下的一个部分 就是个20年的故事 20年 而且还错了 20年的故事 这里 标题写的明显 就是Linus Kernel 20年的发展 那这20年发展呢 稍微给你瞄一下 如果说你 等不及的话 你可以先听这个录影 就是说 当然这原始的录影 还是讲的比较好 我只是画画重点 标注一下 就像这个标题讲的 这个整个20年 当然距离现在又更久了 reverse mapping 一直都是一个 超级困难的时期 reverse mapping难的地方在哪里呢 有没有看到画面上这张图 这张图呢 难就难在这几个层面 来先来看一下 我今天 Visual Page在这里 那Visual Page呢 有可能是匿名的 对不对 就是为了要什么 为了要用在这个 Heap来用在Stack里面的空间 Pudset是所用的 或者说机子配置所用的 那但是也可能是用在 这个档案系统 真的就正对档案系统 所以你看 我这边来讲话会有 Visual Page有不同的用途 那既然有不同用途的话呢 它其实配置 就是比方说这个 匿名的话 就配置到什么 匿名的VNA 那如果说是打开特定的档案 就会对应到inode 对 这我们讲过的 然后呢 这边匿名的VNA 又对应到VNA VNA又可以对应到其他VNA 反正就是会有设计到什么 共享啦 或者说这个 就是你的 你的你的那个 Share Page 怎么规划 然后inode来讲的话呢 又会有 有额外的这个 额外的这些资料的描述 所以你看 我其实实际上 这个整个 整个资讯过程 它其实怎样 它是 它是很多层次的 那 更麻烦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这个RMAP RMAP就是这个 Rverse Mapping 缩写叫RMAP 然后 这个RMAP来讲话呢 很麻烦的地方在于说呢 我们如果要从这个 Process Virtual Memory 去查询到 因为我们注意到 我们真正要改东西是这个 红色的地方是我们要改的 我Swap要去改动这些东西 但是我Swap改动之后 我不是只是把Disk的东西 把它搬到主机体 它就会运作不是绝对不是那么单纯 就是这样 恐龙书的那个写法 不能说错 只能说它好傻好天真 因为真正难的地方就在这里 就是说我如何 更动完这些physical patch之后 确保说这些反向的东西 都是正确的对应的 不管是共享的 不管是跟档案超过有关的 我的对应必须正确 如果里面 其中某个对应不正确的话 这个Swap就会全家烂光光 然后注意到 所以这个过程中就是 整个Lins Kernel发展的一个方向 所以就是 后面就可以看到说什么呢 就是讲这个Reverse Mapping 其实他用 这20年来去花很多心思 而且 后来还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RMap的人家讲还没有结束 RMap还会为了一个东西叫KSN 那KSN叫什么呢 叫做KernelSendPage Merge Linus KernelSendPage Merge 好 顾问思议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这个特别在云端的环境下很需要 就是说你看到云端来讲话 我可能一个hypervisor 像这个 KVN 或是QMU VNWare 反正这些hypervisor上面 我可以执行一大堆instance 但是你发现 这上面执行的instance可能都跑Linus 那Linus里面 Linus可能开起来不就是这样 内容很多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有没有可能 你看到我们 我们有一大堆什么 一大堆Virtual Machine 对不对 这边有一大堆Virtual Machine 那一大堆Virtual Machine 你会发现 我有没有可能把里面 Virtual Machine里面共同的page 把它提取出来 就是上面有一大堆GaseOS 对不对 我把它提取出来 如果一样的话就把它merge 对吧 所以你看到 我GaseOS有编号0 有编号1 编号2 反正我原本 各自的page都是独立的 但是我去扫描 扫描说 这个内容有一样的话就打合并 当然目标很简单 这个目标很清楚 对不对 就可以去缩减什么 机体的开销 那你就可以跑更多的instance 不会说因为你开了一堆instance 然后主机体就消耗很快 这概念很棒 对不对 但是我解释了怎么做 因为我不能 我不能傻到说 我们把每一个内容都 每一个byte都去看过一次 这边看过一次 那边看过一次 那边看过一次 你知道吧 就假设这只有三个guest 你要找到 茫茫大海里面找到相似的东西 你有我也有 其实这件事不是那么容易的 它需要很复杂的演算法 而且做这件事的时候 其实对效能会有影响 那这件事呢 一样也用到什么 可爱的armap 所以各位知道 这件事挑战了吧 所以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去探讨的 就是armap的用途 从swap到ksn 其实它的影响是超级无理批大的 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先来查询 查询讲这个部分 然后呢 所以就是 这就是以上 我们在第三个部分 讲这个什么 记忆管理的时候 我们讲到这个议题 就是我们涵盖了 在这个像Oakamita swap 还有知道说这个 Linus Kernel的这个 记忆管理策略 然后当然这个地方还没有结束 所以显然 我们是有第四部分的 你可能好奇说 请问这个Linus Kernel的记忆管理 需要几个部分呢 其实说这我也不知道 那我就慢慢讲 就是 那我们这个过程中都有录影 那如果觉得我讲太慢 就加速 然后 或是你可以跳着看 就是我们 我就希望说 因为Linus的记忆管理真的很复杂 它难的地方是 不只是你要懂硬体 你要懂一些 很多演算法的策略 然后再来是它的结构面 随便画一个图图像 刚才看到的东西 错综复杂 更讨厌的地方是 你还不能只学最新版本 因为你 旧的版本 新的版本 其实都要学 因为谁知道你接触的东西 是新版还是旧版 你学的时候 如果只学习版 然后你发现 你工作的场合 可能是要旧版 这是 很麻烦的事情 而且新版不见得没问题 新版会有些 相关的议题 比方说像前面讲的 F-Sync F-Sync在Linux Kernel 某一版 5.1版的时候 就遇到一些障碍 就是它某些时候 没有处理好 或者一些 导致结果的错误 但是至少讲那么多 至少对各位来讲话 可以知道什么事情 你现在对于 档案 就是档案的操作 然后到Swap 这些你都可以知道 这个东西跟机体管理 是高度的真相关 好 那我们这次的讲座就到这里 我们下转弹了 我们下转弹了 我们下转弹了